二,雄壮的牛角号吹响了,比赛就要开始,牧人们纷纷过来,簇拥到了赛场周围,起跑线后面,码头攒动,每项比赛参加的人数不一样,最少的有七组,最多的有二十七组,每组都是七个棋手,七十单数,单数为详。 最先开始的是走马赛,大走一百米,小走一百米,碎步流活一百米,快步剑走一百米,剩下的距离是自由行走,已没有走错步子,且最先到达者为胜。 参加这个项目的,一般都要参加最后的,也是最为紧张激烈的跑马赛,跑马赛的第一名,才是整个赛马会的第一名,所以,走马赛基本是赛马会的热身和亮相。 最好的马,都将在这里出现,并让人们记住,一边加油或者打赌。 父亲抓鸠,抓到了第四组,他骑着日嘎,一进入观众的视野,就引来一片议论声。 许多人还记得,二十多年前初出茅庐的日嘎,就是在江瓦草原的赛马会上,取得了第一名。 那时候,他好像还没长熟,是个驱子,有些胆怯和害羞,一惊一乍的,却还是凭着一种浑然天成的能力, 在脚巴德级的驾驭下,超过了所有的好马。 而现在的日嘎,已是岁月里的中年人,成熟,老练,高视阔步,而又寒可收敛。 人们富有节奏地喊起来,日嘎,日嘎。 日嘎知道在喊自己,不时地看着马背上的父亲,想是说,瞧瞧,我的名气有多大。 而父亲的注意力却在别的马上,好几匹马他从未见过,是林仙牧人的,还是牧马场的。 好像跟牧人无关,那匹青花马的骑手,葬袍上怎么系着黄腰带? 黄腰带应该是牧马场刚刚建立时公家的配级。 可要是这些好马都属于牧马场,他在大马臼里怎么没看到呢? 他浑身一抖,顿时就醒悟了。 还有更出色的马匹被老财让藏在了大马臼之外。 他抓起一把日嘎的棕毛,又甩到马脖子上,日嘎了,我们大意不得,恐怕要拼一拼了。 尤其是那匹青花马,个头,毛色,身段,四肢的优秀,以及辟逆一切的样子,都不亚于日嘎。 随着一声吆喝,第一组的比赛上场了。 七匹马的大走和小走速度几乎一样,但到了碎步流活走,青花马就一下超过了所有的马,接着是快步剑走。 青花马依然领先,到了自由行走阶段,就成了一马当先,与马望尘莫迹。 很快轮到了附近的第四组,日嘎一直走在最前面,他的胜出毫无悬念。 等到走马赛二十一组全部结束,已是太阳吸血,二十一匹小组第一名,开始了新一轮角逐。 日嘎似乎有点漫不经心,大走时不复开阔,稳健流畅,却怎么也无法走在最前面,稳稳当当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匹伟岸剑朔的早流马。 到了小走,领先的又变成了青花马,等到了碎步流活走,领先的又换成了早流马。 但是日嘎正在超越,他的撕体之下是真正的流活,一如积水奔涌,哗哗地动荡着,追上了,就要追上了。 突然步伐又变得大气而紧凑,父亲给他的快步剑走的指令让他呼得扬起了头颅。 就像一座山的移动,是最沉厚的山,是最快捷的山,是引领众山的第一座山。 接着是自由行走,日嘎摇晃着尾巴慢下来,眼睛后视着,看到骑手正在挥边加速。 早流马和青花马就要撵上来,便抬腿奋提,以风过山谷的姿态,带着鼻戏的呼啸,大步流星朝前走去。 终点线的石灰上,灿烂的阳光和庄严的万字符同时照耀着他,他张大鼻孔,灰灰地叫着,告诉人们,他是第一,走马赛的第一。 他走向有人捧过来的哈达,带上吧,给我,带上吧,给我的主人。 观众的呼哨就像风的鸣叫,日嘎声寒成一片。 主席台上,王石站了起来,他的兴奋带着内心的真诚,发光的眼睛里,满满都是对竞争者的轻蔑,比下去,比下去,一定要把挑战者比下去。 公安局长已经了解清楚,那匹挑不出毛病的青花马,那个在开幕式上喊着拉加罗离他而去的骑手,来自木马场。 因为有牧人可以证明,就是这些人抢了他家的牛羊,占了他家的草场,他恨不得扑上去拼命。 王石说,你们盯着青花马,看木马场的人把帐房扎在哪里。 局长派人去了,很快就回来扶命,跟丢了,一笔再玩,木马场的人就奔驰而去,消失在密密麻麻的帐房人群里。 王石眺望远方,将把草原这么大,人和马这么多,消失几个人,几匹马就像云天里,消失几朵云。 但他还是想试试看,多派几个人,继续找。 局长问,找到了怎么办?总不能阻止人家参加比赛吧? 当然不能,但要是他们得罪了牧民群众,牧人合起来跟他们斗的话,我们就只能劝他们离开了。 牛角号再次想起来,下一个比赛项目是障碍赛,赛马们纷纷走向早已设立好障碍的跑道。 只见远处烟尘升起,几匹快马奔跑而来,渐渐近了,便看清是矫健的青花马,跟着他的还有走马赛中表现不凡的早流马和一匹第一次出现的豹子花。 日嘎一见他们,就亢奋地跳起来,几乎掀翻父亲。 父亲拉紧缰绳,瞧着那匹豹子花,跟日嘎一样心里一阵激动,眼似同灵,耳濡扬流,胸阔疏朗,腹下平满,内部穷龙,肌肉滚直。 看上去是比青花马还要完美的一匹马,相比日嘎,怎么说呢? 老虎对老虎,狮子对狮子。 木马场居然藏匿着这么好的马,看来老才让不是吃素的。 喜饶一一询问骑手,哪里来的? 等问到青花马的骑手,得到的回答是,从雪山来。 哪里的雪山? 阿尼玛青州有几百座雪山。 不,只有一座,那就是马庆刚日。 接着,早流马和豹子花的骑手也都说来自马庆刚日。 喜饶望了一眼父亲。 父亲说,别磨叽了,抓鸠吧。 结果,父亲和青花马都抓到了第一组,早流马抓到第八组,豹子花是最后一组。 父亲来到起跑线上,望着前面的障碍,再看看隔着两匹马的青花马。 笑声说,日嘎了,我不担心你的快,也不担心你的稳,就担心你的轻敌。 你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好的。 日嘎听懂了,不服气的伸伸脖子,张大鼻孔,呼出了一口粗闷的气。 有人喊,一,二,三。 之后尖利的吆喝再次出现,所有的马几乎同时冲了出去。 青花马跑在最前,跨过第一道障碍木头的高篮后仍然领先。 第二道障碍是陡坡,中间有一处几乎是直立的高坎,也就是说在上坡奔走的同时还要跳上高坎。 几匹马在高坎前失败了,只好中途推长。 青花马跳起来,轻松地跨上高坎,然后奔腾而下,紧随其后的自然是日嘎。 日嘎直冲前面的伸钩,伸钩宽约五米,它必须飞起来,把长而蜜的棕毛当作翅膀,再甩起尾巴保持飞向的平衡。 它做到了,当它稳稳落地时,同样飞起来的青花马却一个裂且差点摔倒。 最后的障碍是牛粪点燃的火网,日嘎迅迹穿过,青花马虽然还在跑,却已经落下了一马之遥。 分组赛在牧人们兴趣不减的观赏中继续着,当太阳袭邪,黄昏的血色布满了西天边几时, 最后一组中轻松胜出的豹子花威风凛凛地站到了决赛的行列里。 日嘎咪写着它,急不可耐地捣动着蹄子。 父亲说,稳住,稳住,一定不能出现青花马那样的失误, 它是想飞得更高更快,结果就落地不稳了。 日嘎的左边是藻流马,右边隔着三匹马是豹子花,也都是迫不及待的样子。 喜饶喊着,往后往后,蹄子都采现了。 日嘎被父亲指挥着,原地转了一圈,重新站到了起跑线上。 几乎在同时,比赛开始的吆喝出现了。 豹子花豹子一样窜了出去,还没到高兰跟前就一跃而起, 它跃起的跨度很大,落地时远远离开了高兰,继续往前跑, 陡坡和高坎对它几乎不是障碍。 但是,它有豹子般的花纹,似乎也有豹子般的脾气, 对始终紧随其后的日嘎和藻流马十分气恼, 竟发出一声嘶喊想威胁它们停下。 藻流马吓了一跳,明显地落后了。 但见过世面的日嘎并不吃它这一套, 就在它发脾气的瞬间,腾飞而起越过了五米宽的深沟。 豹子花的飞起比它还要早, 但也许就是早了一点的缘故, 落地时又厚踢踏在了勾岩上, 它没有裂切,也没有摔倒, 速度却因为自信心的受损而慢下来。 日嘎转眼领先了, 风中的火网在跳跃中迎接着它, 它冲了进去,又一次毫发无损地冲了出来, 黄昏就在这个时候用黑红的云雾遮去了太阳的光辉, 终点线上的万字符被日嘎的前提踩得粉碎。 它所蕴含的吉祥随着剑起的灰土扑到了马肚子上, 又是第一日嘎了。 两个人跑过来, 给日嘎和父亲带上了哈达。 父亲骂撒着哈达, 骄傲地望着观众。 观众喊起来,日嘎,日嘎。 日嘎精神抖擞, 带着父亲趾高气扬地走向人群, 又走向所有到达终点的参赛马。 豹子花和早流马都有些沮丧, 尤其是年轻的豹子花, 低着头, 嗅着地上的牧草, 假装饿了要吃草雾不上理睬别人的样子, 而是汪汪的眼睛, 却羡慕地瞅着浑身没出一滴汗的日嘎。 父亲看着豹子花, 心说多好的马呀, 可惜没有般配的骑手。 马和骑手是这样的, 当一匹天赋异禀的好马从头到脚都在流淌骁勇强悍, 逐日追风的气质时, 骑手就必须训练出他的另一种品行, 沉着、魅脸、稳健、忍耐、忠主、友善、大度、厚道, 否则就是有马威而无马品, 而马品一定是骑手人品的体现。 豹子花不是速度不及, 而是马品不及。 他想问问木马场的骑手, 你们的厂长老财让来了没有? 豹子花的骑手扭头不看他。 有人催促道, 快走吧。 青花马带领着早流马和豹子花飞驰而去。 不远处, 两辆吉普车跟了上去。 天缓慢地黑下来, 这一天的比赛结束了。 夜晚的赛马会变成了苏油灯和牛粪火的海洋。 天空把点燃交给了大地, 星宿连着星宿, 在江瓦草原的坦荡里, 组成了无数个太阳系和偌大的银河系。 马匹在安静地吃草, 不时地打着响鼻, 那是在向同类打招呼。 在地底下, 猫藏了一整天的坟树, 鼠兔和汉塔大着胆子走出洞穴, 在帐房之间警觉地窜来窜去, 有时也会停留在马腿下面, 好奇地打量着缓缓移动的蹄子。 以致受到惊吓的兔子飞窜去, 闯进了帐房, 一看不对劲赶紧又跑出来, 被一只藏鸥一口咬住了。 藏鸥的叫声此起彼肤, 牧人们围坐在帐房里或露天地上, 吃着簪巴和肉, 喝着酥油茶和酒, 欣赏着白天从购销点买来的货物。 尤其是买了珠宝的人, 爱惜地骂撒着, 发现那些宝物在灯火下变成了另一种色泽, 神秘而亲切。 他们喜欢翡翠的软滑, 珊瑚的柔硬, 绿松式的凹凸, 琥珀的绵润。 他们把猫眼时举在眼前看了又看, 久久地盯着猫眼, 猫眼也盯着他们, 把珍珠贴肉放在胸脯上, 揉来揉去, 觉得这样就能使他把福气带给自己, 把狼牙的坠子捂在脸上, 从额头划过下巴, 以为这样就能让辟邪狼灾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并给自己增添霸气。 他们不理解石头里怎么会有虫子, 只用一种崇拜神奇的心情, 把它当作有生命的灵物, 轻轻地捏起, 看了又看。 从古到今, 都是宝石抚慰着藏族人的心灵, 照耀着他们努力发光的生命, 都是宝石滋润着他们的幸福, 让人生的色彩变得坚固而多样, 都是宝石带着华丽而芬芳的气质, 装扮着生活的面影, 消解着无尽的悲苦和艰难, 让日子在流逝中, 锐镜黯淡, 杂乱, 失望, 只留下纯粹和光亮, 复利着他们对生活的珍惜和对明天的信任, 勇敢地走过今天。 今天的宝石是最美的, 请让我捧在手上, 请让我挂满胸膛, 请让我把它藏在爱人的眼底和心的甜蜜里, 今天的笑声是最敞亮的, 能听得渐心地喜悦在鼓鼓流淌。 他们无休无止地谈论着今天的一切, 开幕式, 信多贸易的购销点, 赛马的情形, 日嘎, 日嘎, 还是日嘎。 不过他们也看好青花马, 早留马和豹子花, 都有痛彻心扉的遗憾, 我怎么就没有一匹这样的马? 说着免不了跳舞唱歌, 一丛丛的衣舞之花盛开在夜空下, 歌声却飞翔而起, 都能听到拍打翅膀的声音, 长长的河水浪里有浪, 绵绵的山脉风中有风, 蓝蓝得天上云后有云, 灿灿的夜空星外有星, 众生的世上人上有人, 草原的骏马骏中有骏。 我是一朵浪在激流里自由跳荡, 我是一座风把白帽子挂在天上, 我是一片云无菌无鼠飘过草原, 我是一颗星只在夜晚发出光亮, 我是一个人骑着哥萨尔的骏马, 我是一匹马跟着主人流浪远方, 只有一个地方既没有吃喝也没有歌舞, 那是木马场的营地, 是一群牧人联合进攻的目标, 他们悄悄摸过来, 砍断了帐房的质感和绳索, 牛毛贺子他下去扑了一地, 被盖在下面的人翻滚着, 像仙雕贺子, 却被马鞭打趴在地上。 几个牧人骑马跑来, 纵马踏过, 立刻传来阵阵惨叫。 突然, 从另一顶白帆布障房里, 跑出萨姆丹来, 冲向不远处的青花马, 跃上马背, 又牵着枣流马和豹子花奔逃而去, 消失在满地灯火的迷蒙闪烁里, 一辆吉普车家族马力尾随而去, 牧人们又冲向那顶白帆布障房, 同样让他匍匐在地, 然后一阵踩踏, 人的靴子和马的蹄子, 让下面的人喊声不断, 死人了, 死人了, 牧人们四散而去, 这时缓缓驶来一辆吉普车, 下来几个警察大吼小叫着, 干什么的, 站住, 牧人们散得更快了, 警察掀起贺子和帆布, 救出盖在下面的人, 那些人呻吟着, 诅咒着, 互相搀扶着, 丢下帐房, 走出了有人群的地方, 走向了江瓦草原黑暗寂静的另一半, 父亲唱着歌, 任由日嘎带着他走向他想去的地方, 日嘎啦, 你的嗅觉灵好好稳稳,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 他就知道已经很近了, 东边的狗叫, 西边的嗷吼, 四面八方的费鸣, 仔细地听就能分清, 有个声音是他熟悉的, 也是冲着他来的, 呼唤就像老朋友的思念, 带着雄性的干脆和骆驼的缠绵, 日嘎跑起来, 他感觉到了父亲不可抑制的急切, 在跑向藏傲奔森时, 竟有些没来由的忐忑, 主人啦, 你要去干什么? 还没到跟前, 父亲就勒马停下了, 他看到几匹马嘴上吊着布兜正在吃料, 一定是金丝料, 青磕, 燕麦, 或者豌豆, 看到青花马, 枣流马和豹子花并排站着, 昂扬着头, 一副警觉涕立的样子, 看到一顶大帐房前, 牛粪的篝火还在燃烧, 却没有一个人享受篝火的诗意, 没有唱歌, 也没有舞蹈, 拴在帐房前的奔森友善地吼叫着, 萨姆丹从大帐房里出来, 看到父亲后愣了一下, 没有打招呼就又回去了, 父亲喊道, 财长厂长啦, 你果然来了, 为什么不露面? 老财长出现了, 似乎早就预感到木马场的人会遭受袭击, 自己担住着, 他冷冷地笑着说, 我是不想被打死, 你来干什么? 打人嘛? 父亲说, 想知道你还藏匿了多少匹好马, 我就来了, 我是马的情人, 一件好马就控制不住了, 原本以为有了日嘎不看马, 现在看来别处的马可以不看, 你这里的马不能不看, 谁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有日嘎, 你有奔森, 奔森给我通风报信了, 找你并不难, 父亲丢开日嘎, 来到豹子花跟前, 仔细打量着, 不住地点头称赞, 又看看青花马和枣流马, 突然惊呼一声, 盯上的那几匹吊着不都吃料的马, 一匹匹都是出类拔萃的赤兔和乌椎, 尤其是那匹雪霜马, 甲骨圆圆的, 耳朵如同肖竹, 脖子长耳弯曲, 脊背阔平直, 肌肉紧凑, 方圆得当, 四肢渐长, 前置后躬, 蹄子齐圆, 尾骨高端, 简直就是天马来势, 这几匹马今天怎么没上场, 看来是明天的健将, 日嘎啦, 你危险啦, 日嘎听到说他, 凑了过来, 用鼻息痴痴地跟几匹没见过面的马打着招呼, 他是被岁月淬炼过的两马, 懂得礼貌, 而那几匹马都是血气方刚的尔马, 年轻给了他们至高无上的优越感, 也给了他们无知与傲慢, 他们理都不理他, 老财上说, 是不是不用比了, 你可以把日嘎直接给我, 我来就是想把日嘎给你的, 但又想看看他们是怎么跑的, 太想看看了, 说着摸了摸雪双马, 几乎拖在地上的踪毛, 那还是比赛吧, 赛马会有赛马会的好处, 我就不信得王氏能一手遮天, 撵我们走, 没那么容易, 这时, 萨姆丹出来了, 善笑着朝父亲弯了弯腰, 父亲大肚地说, 你现在找到满意的位置了, 那就好好干, 说着蹲下去, 摸了摸脏熬本森硕大的头, 本森张大嘴, 在他怀里呵呵呵地撞了几下, 父亲告辞了, 他有些累, 打着哈欠骑上日嘎, 朝着沁多县城走去, 但是父亲没走多远, 就又停下了, 不远处, 闪烁迷蒙的灯火之间, 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正在移动, 一辆吉普车走走停停地跟在后面, 父亲警觉地下马, 丢开缰绳, 悄悄过去, 看到好几个人手里攥着明晃晃的马刀, 便在心里惊叫一声, 马刀不是砍人的, 牧人们从来不会砍人, 却可以毫不手软地砍伤, 甚至砍断马腿, 再说伤人犯法, 伤马就不一定了, 为了抢夺草场, 牧马场的人伤了多少牧人的牲畜, 他拔腿就走, 回到日嘎身边, 骑上去, 须马奔向老财让的帐房, 几分钟后, 牧马场的人牵着那些让人眼馋的马, 匆匆离开了大帐房, 老财让走在最后, 小声对父亲说, 抢巴拉, 谢谢你, 我不会永远都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你这是第二次救我, 吹烟和太阳一起升起, 太阳跟茫长一样只有一个, 而吹烟却是万道其声, 没有风, 烟都是圆圆的直线, 生了很久才消失, 变成了云, 变成了阳光缠绕的立柱, 白色和金色交相辉映, 就像一条条龙在攀缘上, 突然, 风从赛场吹来了, 吹烟摇摆着, 如同从天宫吹下来无数金亮的彩钞, 仙女们开始跳舞了, 赛马会开始比赛了, 人们迎来了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早早就簇拥到了赛场的边缘, 有人问, 先是什么赛, 喜瑶说, 自然先是批次赛, 后是射击赛了, 批次道的两侧, 500米的赛城上, 助力着13个木头人, 批到最多速度, 又能保持前三名者为第一, 抓救的结果是日卡派在了第15组, 而棋手已不再是父亲, 而换成了索男, 父亲几乎没使过马刀和叉叉枪, 不难想象他上场后的情形, 日卡速度越快, 他越发劈不上也射不准, 索男很自信地说他可以, 第一也许拿不上, 许个名词, 素有礼抽毛容易得很, 父亲知道, 索男脑子里的对手都是木人, 而作为棋手的年轻木人都跟他一样, 五刀弄枪的机会不多, 不像部落时代的人经常要打仗, 使用刀枪跟穿衣戴帽一样随便, 父亲没告诉他, 他的对手, 所有木人的对手都是木马场的人, 那些人虽说也没打过仗, 但为了参加比赛, 有的是时间专门训练批次和射击, 但父亲并不沮丧, 日嘎已经赢了走马赛和障碍赛, 就算批次赛和射击赛落败, 也只是2比2, 还有检哈达赛和最后的跑马赛, 日嘎的胜算仍然很大, 比赛一组挨着一组, 每一组的第一名虽然也都是藏族人, 但父亲看得出来, 他们多数不是木人, 而是木马场的木工, 轮到日嘎上场了, 他风奔而去, 到了木头人跟前就又会慢下来, 尽量让索南有足够的时间避免失手, 然而索南的批次还是没能做到尽善尽美, 只有9个木头人应声倒地, 好在这一组中没有木马场的人, 作为木人的对手也不怎么强硬, 他勉勉强强成了第一名, 父亲说, 能进入决赛就已经喜出望外了, 别的不用指望, 跑下来就行, 哦呀, 索南嘿嘿嘿地笑着, 每个项目的名词是取前三名和第十三名, 传说在吐蕃王国的一次赛马会上, 藏王松赞干部只得了第十三名, 藏王说我前面的人固然可嘉, 但落后不懈怠者也应该赞美, 所以阿尼玛青草原上, 一千多年以来, 所有的赛马会都会奖励第十三名, 决赛下来, 索南的名词恰好是第十三名, 他说他本来可以进入前十名, 使他故意压住了日嘎的速度, 哈哈, 落后有落后的办法, 松赞王的名词也不错嘛, 再拿一个第十三名就好了, 索南和前三名一起, 接受了观众的贺彩和哈达的祝福, 父亲看到, 前三名都是木马场的骑手和马, 但接下来的设计赛, 并不像索南想象的那般简单, 飞驰而过的马背上, 七手必须丢开缰绳, 两腿牢牢夹住马度, 双手端起至少七公斤的叉叉枪, 死死盯着半身把, 在做起腾空而起的最佳时刻, 瞄准射击, 索南一发胃中, 在小组赛中就被淘汰了, 日嘎觉得太没面子, 生气的都不想理睬索南, 怎么驱策都不走, 索南只好下来, 拉着他走, 他还是不走, 怎么了你, 是不是安子下面进了石头, 各得你不舒服, 他手伸进安肩下面, 正要摸一摸, 日嘎跳起来就跑, 他独自跑过人群, 回到了父亲跟前, 埋怨得挥挥之脚, 为什么你不上场, 连那匹矮个紫刻马的名次, 都在我前面, 父亲安慰地拍拍他, 你已经不年轻了, 还这么争强好胜, 消消气, 看比赛, 很快到了决赛, 结果跟父亲预测的一样, 前三名都归了木马场, 现在父亲上场了, 这一次是检哈达赛, 跑到一侧, 500米的赛程上, 每隔15米放的一条哈达, 跟前一项比赛一样, 也是检是最多速度, 进入前三名者为第一, 父亲是第二组, 他在裁判的吆喝声中打马而出, 左手拽紧缰绳, 左腿扳住马鞍, 右腿一边踩老马, 瞪一边支撑的腰脊, 身子探出马背, 朝右歪斜成水平, 右手摸的, 捡起第一条哈达, 以极快的速度搭在了胳膊上, 以后的检石, 都是第一次检石的重复, 日打后试着父亲, 看他的检石流畅马力, 毫不费力, 就把速度控制在全组第一的位置上, 匀速而进, 父亲的检石没有遗漏, 当最后一条哈达被他用手指钩起时, 日打的奔跑突然加速, 一晃眼, 就是马踏终点石灰起了, 父亲和日打轻松自如地拿下了小组第一, 告诉观众, 他是真正的棋手, 他是真正的千里马, 奔跑是他们的生活, 是生命未在的需要, 他们曾经无数次从沁多学校, 跑向散聚着学生的草原深处, 无数次跑到周上, 跑到线上, 跑到西宁, 跑到升别离山, 跑了无数时间无数公里, 超过了所有的人所有的马, 奔跑中他成了日打的一部分, 一根永远长在身上的毛, 一块永远都在产生力量的肌肉, 即便他很少有简式哈达的训练, 也能随心所欲地把身子探向空中, 探向地面, 一条不落, 小组赛中没有人能做到, 跟父亲和日打相比, 牧人和牧马场的牧工, 其实并没有多少长途奔驰的机会, 人和马的默契, 那种心照不宣的律动, 天然合一地拖来, 因为欠缺磨合的时间, 而大大地打了折扣, 观众喊叫着, 呼哨声不断, 似乎已经是决赛了, 不错, 记忆中的赛马会上, 即使是决赛, 也没有全部捡起, 又保持第一的, 小组赛继续进行, 没有人超过父亲和日打, 青花马跑了第一, 但棋手只捡了十条哈达, 早留马也是第一, 棋手却表现得更差, 豹子花和雪霜马均是第一, 但跑完以后回头看, 哈达落了一地, 而落了一地的不光是洁白的明光闪亮的哈达, 更是哈达所象征的运气, 福分吉祥如意, 也就是说, 父亲和日打拥有了所有的福运和所有的吉祥, 扎西德勒喊称一片, 日打日打喊称一片, 强疤强疤喊称一片, 很多人认出了他, 接着是决赛, 父亲和日打在第四道上, 第四道就成了风险上突起的部位, 大概是棋手们都想多检视几条哈达吧, 青花马, 枣流马, 豹子花, 雪霜马, 这些擅跑欲飞的马一匹匹都被甩在了后面, 倒是一匹小黄马和一匹黑狸马跑出了几乎超过日打的速度, 但还是差了一头, 且棋手捡起的哈达不足半数, 父亲和日打笑对观众, 再一次接受了大家的欢呼, 喜饶捧着一条金色哈达, 带着两个用木盘拖着碗的姑娘走了过来, 强疤老师了, 你就是马神, 父亲说, 这样的荣耀降临不到我头上, 日打才是马神, 喜饶献了哈达, 又要敬酒, 父亲端晚过去, 递到了日打嘴边, 日打闻了闻, 吃得吹口气, 瞪了一眼父亲, 什么东西啊, 我才不喝, 父亲又换了另一只碗端给他, 他深醉就喝, 这是一碗献给优胜马的冰糖水, 喜饶又说, 你到主席台前去一下的药里, 王石书记要见你, 父亲拉马去了, 王石说, 我已经打听清楚, 威胁到你的都是木马场的马, 赶他们走, 他们不走, 看样子要决战到底了, 没想到木马场有那么多好马, 你看那匹小黄马, 差不多就是日打年轻时的模样了, 我看最有可能超过你的是那匹黑狸马, 叫你来就是想问问, 最后的跑马赛尼, 有没有把握拿第一, 这个不好说, 我只能尽力而为, 不行, 你必须拿第一, 这关系到阿尼玛青州的生亡, 也关系到我们跟木马场, 到底谁是草原的老大, 牧人的心你是知道的, 自从有了戈萨尔赛马称王, 所有拿了第一的人都是他们心目中的王, 父亲呵呵一笑, 你担心什么, 就算木马场的马赢了第一, 也不是老财让当棋手, 棋手是可以把荣誉让给老财让的, 父亲寻死, 倒也是, 过去的部落时代, 赛马会上拿了第一的棋手, 只要喊出偷人的名字, 再把奖励自己的哈达镜献给偷人, 草原就会把偷人的名字传扬开去, 部落内外的牧人, 就会像敬畏格萨尔一样, 敬畏这位偷人, 王石又说, 你要是没把握, 那我就要采取行动了, 逼他们放弃比赛, 绝不能让老财让拿第一, 这恐怕不行吧, 赛马会怎么可能没有第一名呢, 你就是第一名, 走马赛赢了, 障碍赛赢了, 捡哈达赢了, 少了木马场的干扰, 跑马赛肯定也是第一, 四个项目的第一加起来, 你就是整个赛马会的第一, 失去了对手, 我还要冒充第一, 那我就无脸见人了, 你无脸见人, 总比阿尼玛青州无脸见人好些, 父亲摇摇头, 转身要走, 突然又停下, 口气坚定地说, 千万不要有什么行动, 我能赢, 一定能, 牛角号的声音, 有些沉闷, 有些凄厉, 就像消失在天边的雷鸣, 就像鹰鸟晚归的叫声, 而骑手和马却充满了热扬之下, 正欲奋发的抗进, 抓究之后, 竟然由马抢先跑起来, 骑手乐都乐不住, 父亲瞧着, 竟是豹子话, 人的心就是马的心, 有心机一切的人, 就有心机一切的马, 但不能在这个时候, 责怪任何人任何马, 又有谁能稳得住呢, 父亲和日嘎也不过如此, 都是假装的镇静, 表面的淡定, 插进马纵的手划来划去, 就像挠着痒痒, 可日嘎并没有痒痒, 日嘎用蹄子刨着地面, 三下又四下, 似乎他知道抓到的是第七族, 第七族怎么还不到呢, 比赛激烈地进行着, 豹子话胜出了, 青花马胜出了, 黑里马胜出了, 第五族胜出的是早流马, 第七族到了, 父亲和日嘎站到了起跑线上, 观众的呼哨响起来, 裁判的吆喝响起来, 一千米的赛程, 眨眼就过去了三分之一, 日嘎是落后的, 起步时就慢了半秒, 现在落下了一大截, 急风的蹄子, 闪电的身影, 飞鸣的跑动, 能参加跑马赛的马都是匪夷所思的快马, 包括日嘎, 他先是太慢了, 之后又太快了, 超越,超越, 不是所有的骏马, 能在只剩下最后一百米时, 超越急风, 闪电和飞翔的鸣角, 第一了, 小祖赛还没结束, 父亲就回头喊了一声, 再见了, 你们, 日嘎跑过终点线, 又跑了几十米才停下, 他瞪着父亲说, 你怎么不指挥我, 奔驰的整个过程里, 你都没有驱测过我, 难道你不会使用鞭子骂, 参加跑马赛的马最多, 一共二十七组, 半天才赛完, 已经是下午了, 阳光灿烂的有些夸张, 镀尽了所有的马所有的人, 草原在热腾腾的气氛里, 温暖着人心, 这是一年里最后的温暖, 在盛开着帐房之花的江瓦草原上, 衬托起芬芳的蔚蓝, 休意是那么的通透辽阔, 风在提醒, 凉了, 凉了, 虽然天和地还是热的, 但就要凉了, 进入决赛的有豹子花, 青花马, 黑梨马, 枣流马, 雪霜马, 小黄马, 日嘎望着他们, 挺起的腰突然塌了一下, 像是有点疲倦, 他一直都在比赛, 晚上又被父亲驱使着忙着忙呢, 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疲倦是正常的, 但最后一跑就要开始, 就算正常也不能在这个时候他腰, 父亲从口袋摸出一块酥油, 递到日嘎嘴边, 日嘎拒绝了, 呼的一下又把腰挺起来, 放心吧, 我没问题, 七跑线上所有的马都很激动, 奋挺着脖子的, 摇晃的头颅的, 捣动的体子的, 前腿一次次扬起的, 丝鸣喊叫的, 喜饶知道让他们毫离不差地 停在七跑线后面是不可能的, 便发出了最后的命令, 开始了, 裁判的吆喝顿然响起, 刹那间, 剑足齐发, 提音雷动, 这一次日嘎的起跑, 几乎跟吆喝同时发生, 一开始就领先, 尽管只有半个头, 紧挨着他的先是青花马, 五十米之后变成了枣流马, 接着又变成了豹子花, 豹子花似提如风, 差不多已经飞起来, 却还是飞不到最前头, 日嘎一路领先, 雪双马追上来了, 似乎比豹子花还要快, 半个头的距离, 眼看就要消失, 却又不容置疑地存在着, 超越, 超越, 所有的马都想超越, 却一直没有超越, 日嘎始终跑在最前面, 半个头的距离, 就像天和地的距离一样, 难以消除, 跑出去五百米之后, 豹子花再次超越其他快马, 紧紧跟在了日嘎身边, 然后是小黄马, 又上来了黑鲤马, 三马并骑, 奋猛追念, 却依然有半个头的距离, 很快, 半个头变成了一个头, 日嘎的奔跑, 就像一脉光的传递, 无声地朝前射去, 耐力的作用出现了, 它是速度的保证, 更是自信心的源泉, 日嘎有今天的爆发力, 更有惊天的耐力, 它张大鼻孔吃了一声, 下去吧, 黑鲤马, 小黄马和豹子花, 便纷纷落在了后面, 一头之遥, 渐渐成了一马之遥, 而日嘎却还想加速, 它比父亲更了解身后的赛马, 对它威胁最大的, 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发力, 那是一匹花流马, 当它超过所有的马, 来到日嘎身边时, 父亲惊叫一声, 看到那个拼命挥动鞭子的人, 居然是萨牡丹, 花流马疯狂地摆动的蹄子, 不服大的可怕, 眼看就要超过去了, 父亲没想到, 老财让还雪藏了这样一匹, 绝无仅有的好马, 就像是他的杀手锏, 想以最后的残酷无情, 逼退父亲和日嘎, 父亲从腰带上取下了鞭子, 在整个比赛中, 他第一次使用鞭子, 当鞭子打在日嘎身上时, 日嘎本能地晃了一下, 似乎晃出了一股崭新的力量, 刷得一声飞向前去, 现在, 日嘎和花流马开始骑头并进, 就像两匹马牢牢绑在了一起, 而赛城只剩下不到一百米, 观众一个个瞪起眼睛, 安静得就像死了, 他们想看清楚, 到底谁会抢先越过终点线, 终点线风扫而来, 一眨眼就要结束, 就会响起爆炸般的欢呼, 就将登上草原荣誉的顶峰迎接王者的盛典, 迎来了, 高高的盘旋, 瞧着地面, 到底谁的脖子, 佩戴第一名的哈达, 就在这个流星划过天空的瞬间, 父亲再一次挥边打马, 日嘎和空气的摩擦发出一声嗡鸣, 两皮绑在一起的马突然松绑了, 又是半个头的领先, 又是一个头的领先, 接着又成了整个身子的领先, 日嘎, 日嘎, 终点线上吉祥的万字符飞升而起, 破碎成祝福和狂喜, 洒在了父亲和日嘎身上, 父亲趴在马身上, 哗哗地流着泪, 日嘎了, 你赢了, 你依然是草原之王, 我的马神, 父亲和日嘎都没有听到牧人们的喝彩和呼哨, 据说想了很久很久, 王石带着周上和各县的领导走过来, 亲自献上了青壳酒, 父亲下马喝了酒, 也给日嘎喝了冰糖水, 有人把哈达递到王石手里, 王石看了看围观的人群说, 颁奖会上再献哈达, 现在不能献, 父亲抱着日嘎的脖子, 用他的棕帽擦着自己满头满脸的汗, 笑声说, 日嘎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你得跟摩托车比一场, 但是不能超过他, 听我的控制, 好吗? 日嘎不以为然, 喜饶飞跑而去, 喊着, 桑杰啦, 桑杰啦。 半个小时后, 赛马会的第一名父亲和日嘎, 重新站到了起跑线上, 身边不远处是桑杰和他的摩托车。 比赛在人们的呐喊声中开始, 一千米奔驰, 一直是摩托车领先, 日嘎几乎要哭了, 张大被嚼子勒出血的嘴, 扑扑地吹着气,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不让我往前跑? 父亲安慰地拍着他, 那不是马, 那是机器, 你永远不要想超过机器, 机器是制造出来的, 冷冰冰的没有感情, 而你是生命, 懂得我的心, 我需要你的帮助。 日嘎似乎明白了, 调整姿势, 把赛跑变成了追逐, 而追逐永远是一种甘于落后的奔跑。 三, 西洋西夏的时候, 颁奖会开始了。 本来所有项目的前三名和第十三名都应该上台领奖, 但跑马赛结束后, 木马场的人已经迅速离开赛马会, 恰好王石也不想看到老财让的人和马, 所以本届赛马会只宣布了一个总的第一名, 父亲和日嘎。 奖品除了获奖证书, 还有一张大红的段子和三千块钱。 最后是给父亲和拉上台的日嘎带哈达。 父亲接受了王石献给自己的哈达, 又从脖子上取下来, 在麦克风前喊了几声王石书记, 又把哈达回献给了王石。 王石捧着哈达, 笑眯眯地挂在了自己脖子上。 台下的牧人齐声喊起来, 扎西得乐。 王石也说,扎西得乐。 现在, 王石就是那个在赛马称王中脱颖而出的草原之王了。 他通过父亲的转让, 理所当然地带上了最后的哈达, 享受到了最高的荣耀。 他感激父亲, 他需要这种荣耀的加深, 虽然他跟权力没有关系, 却能让他变成威望的一部分, 变成尊敬的同一语而备受赞美, 且向时空深处飞快的流传。 而父亲以为自己并不需要这些,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牧人, 只是一个开始经商, 且又不能专心致志, 还想种草养马的藏族人。 是的, 在他骑了三十多年骏马, 吃了三十多年苏油, 在他参与了整个赛马会, 并且获得了第一名, 在他拥有了对马的狂热, 和为草原的焦虑难过, 在他的妻子我们的阿妈为了藏族人的疾病, 而被困死在生别离山之后, 他觉得自己已然是一个真正的藏族人了。 高音喇叭里响起了歌声, 是藏语的情歌, 是召唤人们跳舞的信号。 眨眼间, 赛马场动荡起来, 被称作土风舞的集体舞, 就在牧人们的随意参与中开始了。 这个自由而散淡的民族, 这个在辽阔中习惯了孤独自足的群体, 这个每一个个体都能代表整个族群的人众, 舞出了惊天动地的整齐华衣, 没有提前演习, 没有实现告知, 就那么随随便便地加入着, 几十, 几百, 几千, 几万, 将瓦草原上, 赛马会的尾声, 牧人的聚会, 原来就是几万只靴子同时跺向地面, 几万只衣袖同时甩向天空, 地震着, 天摇着, 直到头顶星汗灿烂, 直到所有的星星掉下来, 只剩下一轮明月依然牢骨底挂在空中, 喇叭消音了, 人们唱起来, 哑拉索, 巴扎黑, 那空中的飞鸟, 领头的是凤凰, 那草原的奔马, 领头的是日嘎, 那鹦鹉的骑手, 头一个是强疤, 那美丽的姑娘, 头一个是达娃, 父亲看到索南的舞蹈, 潇洒得如同野马奔驰, 雪暴跳跃, 看到一匹年轻漂亮的黑母马来到了日嘎身边, 日嘎矜持地仰着头, 假装不理的样子, 黑母马围着他转了一圈, 想用鼻子蹭蹭他的鬃毛, 却被他躲开了, 黑母马逃了个没趣, 兴兴而去, 突然, 日嘎扬起了脖子, 盯着黑母马看起来, 还不停地张大鼻孔嗅着对方浓烈的气息, 黑母马停下来, 撒了一泡尿, 又朝前走去, 日嘎跟过去了, 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父亲不想在这个时候让日嘎离开他, 拿出铁哨吹了一下, 日嘎奔跑而来, 瞪着眼睛问, 怎么了, 又要比赛吗? 父亲从地上拾起缰绳说, 你难道不累吗? 该回去休息了, 日嘎不舍地回望着黑母马消失的远方, 跟上了父亲, 赛马会似乎耗尽了草原的热气, 天突然冷了, 风也硬地变成了刀子, 连续几天都是白花花的沉霜, 覆盖着大地, 牧人们推迟了放牧的时间, 尽量不让秋霜变成解渴的水, 俗话说, 草子长肉霜拉标, 拉标是因为霜气的寒凉会让牲畜拉肚子, 牛羊马匹正在从高山草场下来, 在山路间的秋窝子里盘缓, 但和往年不一样, 陡增的牲畜已经在春天和夏天两次光顾过秋窝子, 那里的牧草早就短路台前, 很少有接触草子的, 抓标是不可能了, 钓标倒是迫在眉睫, 赶紧往下赶, 赶到了川道平野里的冬窝子, 饥饿的牲畜开始抢吃抢喝, 值几天功夫, 本来应该踩实异动的草场光秃了几乎一半, 尤其是有马群的牧户, 忧郁地望着正在迅速消失的牧草, 知道这个冬天很难顺利度过了, 所有的牲畜都将面临饥饿乃至死亡的威胁, 好在牧人们现在已经开始接受牛羊换钱的事实, 兴多贸易的流动买卖和样板展示, 以及把赛马会变成交易会的做法, 大大宣示了钱的作用和力量, 也让牧人们明白, 牛羊只能带来温饱, 但钱可以带来一切, 至于马, 如果卖掉一心牛羊的话, 兴许是可以保留甚至增加的, 几十年, 未开的赛马会, 突然又火爆起来的赛马会, 唤醒了牧人们作为马背上的民族的爱马意识, 勾起了他们对远古祖先的回忆, 已经被时间冲淡的对马的崇拜和信仰, 就像干燥的牛粉舱里投进了火苗, 先是慢慢地阴, 然后就轰然腾起, 煞尸成了炫天耀地的烟火, 一方面是出手牛羊, 一方面是买进马匹, 已经跟木马厂做了草场换马匹生意的幕户, 愈发地庆幸了, 除了宝贝已有的, 还在贪心未有的, 没有换到马匹的幕户, 开始向木马厂的人打听, 还有没有马拉你们, 人家说, 有啊, 马庆刚日后面的踪踪盆底, 还有我们的几千匹豪马, 踪踪是黑井鹤的意思, 人们听说过, 那个美丽神奇的地方, 却都没有去过, 人家又说, 你们不是要跟木马厂过不去吗, 怎么又来求我们了, 因为草山纠纷, 因为纠纷中, 木人屡屡受欺受禄, 木人的恨就像冰川的溶水, 凝冻是可以的, 消失是不会的, 下阳一晒就又是有声有色的流淌, 但是马, 马是来自远古的诱惑, 是没有英雄而渴望英雄的木人, 皆以安住灵魂的载体, 是自由舒展, 孤傲灵动的象征, 怎么可以因为仇恨就放弃呢, 而且是操场换马, 操场是承包来, 将来到期了就不是自己的了, 而马的归属却永远要跟主人连在一起, 他们一趟趟走向木马厂, 负责此事的萨木丹便以苛刻的条件, 再次让木马厂得到了许多操场, 木人们惊呼, 过去是三亩操场换一匹马, 现在怎么变成十亩操场换一匹了, 萨木丹说, 我们的马不多了, 涨价也是应该的, 再说人民币涨了, 马也就跟着涨了, 人民币是什么, 它涨不涨的, 跟马有什么关系, 人民币就是钱, 钱涨的时日我们不知道呗, 迟早你们会知道, 不跟你们这些无知的老木人啰嗦了, 到底换不换, 不换就走开, 大部分木户在短期内都增添了马匹, 加上已有的马, 牧人们说, 阿尼马青草原的马多不多, 数一数星星就知道了, 父亲想, 继续用马匹换操场, 大概就是老财让窜多他去给王氏说想, 举办一次泉州赛马会的真实原因吧, 而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日赶, 马多了, 越来越多了, 但父亲对草场退化的担忧似乎正在冷却, 是赛马会的第一名鼓起了他对马的空前热爱, 还是牧人出手牛羊的热情高起来, 松懈了他的警惕, 或者是老财让引进草种, 改良牧草的办法让他看到了草原复苏的希望, 很快, 东载世界到了, 庆多贸易的两个门点, 静美商店和顿珠商店前拍起了长长的队伍, 牧人们把准备出售的牛羊赶到江瓦草原, 让桑姐眼收, 然后拿着父亲专门印制的有风中飞马图像的卡片来这里领钱, 静美商店发钱的是静美, 顿珠商店发钱的是卓马, 这个过去几乎没接触过钱的女人, 现在已经可以一打一打熟练的数钱给钱了, 一只羊一张小卡片, 一头牛一张大卡片, 往往卡片太多, 牧人手里钻不住, 就放到胸兜里, 一把一把往外掏, 父亲高兴极了, 对排队的牧人说, 你们已经尝到钱的好处了, 以后的好日子就都是你们的了, 赛马会以后, 信多贸易的人忙得不亦乐乎, 再出, 运输, 买进卖出, 一直持续到现在, 朱姆山的昂倩谷, 既是牲畜积散地, 也是在生长, 每天都能看到桑杰骑着摩托车, 穿过县城, 持向那里, 不久又增加了两辆摩托车, 那是静美和顿珠的坐骑, 父亲的激将法卓有成效, 连桑杰都会开了, 你们是城里人, 怎么还不会, 对, 静美和顿珠说, 已经订货了, 来了就学, 他们是先有了摩托车在学着开, 发现让他比马更快地跑起来, 其实比骑马还要容易一些, 又不久, 县城街道上出现了第四辆, 第五辆摩托车, 两个喜欢往县城跑的年轻牧人, 成了父亲理想的实践者, 信多贸易的摩托车代理, 就这样开始了, 接着就是雨后春孙, 赛马会上超过了第一名日嘎的摩托车, 能够轻松自如地迟来迟去, 让人看着眼红手痒的摩托车, 不知不觉, 成了牧人们追求的目标, 有马的人生是让人亮堂而得意的, 有摩托车的人生是让人惊羡而佩服的, 活着让别人看得起, 这是件无比重要的事, 牧人们开始有了对时髦的感觉, 有了对迥异于旧习惯的新生活的接受, 渐渐的也许是迅速的, 草原上有了开着摩托车, 放马放牛放羊的牧人, 他们对别的牧人说, 这个方便得很, 不用吃草, 不用饮水, 加点油就可以了, 而且省力, 往外拧就快了, 往里拧就慢了, 嘟嘟嘟一响, 可以追上最快的投马了, 车轮碾碎了最后的花朵, 草场上第一次有了横七竖八的折痕, 牲畜们不服气地瞪着主人, 傻了吗? 摩托车虽然不吃草, 但也不贡献肉和毛, 冬载时节的繁忙过去之后, 就有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 所有的花朵在这场雪中失去了绽放的自由, 所有的牧草在初雪的拍打下, 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枯黄, 父亲让国国去西宁送肉食, 顺便把马服录接了来, 又把大家交到一起说, 早就应该开个会了, 一直拖到现在, 不能再拖了, 到底今后怎么办, 得赶紧定下来, 一直兼任着会计的进委, 公布了财务报表, 父亲说, 我们赚了些钱, 这些钱是一人十几万分掉呢, 还是用在扩大沁多贸易上,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大家都说, 我们听你的, 你的主意大, 父亲又说, 沁多贸易不过是刚刚起步, 我希望我的想法跟大家一样, 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别人有赞同的, 有补充的,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 成立由顿朱担任经理的销售部, 由桑杰担任经理的续产品收购部, 由国国担任经理的运输部, 由近美担任经理的百货部, 由马服录担任经理的沁多贸部, 以西宁分部, 由卓马担任主任的财务部, 由父亲兼任经理的基建部, 父亲一直是沁多贸易的法人代表, 重大决策自然还是由他决定, 卓马说, 什么叫财务, 我现在就学会了数钱和技术, 别的不会, 父亲说, 你把钱数清楚, 进了多少, 出了多少, 先一笔一笔记下来, 下一步就是尽快从沁多学校的毕业生理, 招两个会算账地充实到财务部, 西宁分部的财务是独立的, 是赚事陪你就不用管了, 马服录说, 不能不管, 我仔细琢磨过, 西宁分部还像以前独立的话, 挣得肯定多, 但是风险也大, 万一你们把我一脚蹬掉, 去找别人呢, 眼缠我跟你们的关系, 想把我挤掉的人有的是, 要是不独立, 每一笔挣的肯定比现在少, 但风险也小, 也不用担心摊子铺开了, 突然一天断了货怎么办, 我看你们还是把我当成自己人, 我想天长地久地做下去, 赚的时候少赚些, 赔的时候就是公司, 赔不是我个人赔, 父亲想了想说, 你是想旱老保收, 不可能, 但要是跟以前一样继续独立, 也不好, 大家在想想, 要是变成股份智慧怎么样, 靳美说, 我想的就是入股, 没敢说, 父亲知道他没敢说的原因是, 股份不可能均等, 靳美商店规模最大, 占股应该最多, 下来是顿珠商店和马服录的店, 毕竟都是实体加入, 然后应该是他和桑姐, 他们都是把自己承包的牛羊, 当做生意的本钱, 大部分用在了庆多贸易的经营上, 国国的参股资格是他会开车的技术, 那辆救护车勉强也可以放在他的名下, 但他一定排在最后, 父亲说, 有什么不敢说的, 你的股份最多, 你就是董事长, 靳美说, 我也可以让股, 把三分之一让给你, 你就是董事长了, 父亲说, 这样也成, 股份算我的, 但收入我不拿, 还是归你, 果果说, 我不跟你们比, 有事做, 还能挣这么多钱, 已经很知足了, 父亲说, 股份少得可以买股, 我的意思是, 最终我们几个应该是平均的, 这样才会各尽所能, 不起纠纷, 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 父亲又说, 现在最关键的是, 庆多贸易要综合发展, 必须在靳美商店的基础上, 盖一座大百货商店, 就叫尼玛村康, 太阳商店, 怎么样, 炖猪商店, 以后要从百货上撤下来, 专门经营虚产品, 肉食, 皮章, 乃制品等等, 还要在猪母山的昂茜谷, 建立屠宰场和冷库, 我们的资金不够, 需要贷款, 对了, 尽快把买卡车的贷款一次还清, 再贷的话就好说些, 还要招聘一些人, 现在人手严重缺乏, 每次都临时雇人, 不是个办法, 果果说, 你是庆多贸易的董事长, 又是基建部的经理, 这些难办的事就靠你了, 父亲说, 我还想把你拉进来, 运输部你负责, 但不一定亲自跑, 雇两个司机, 救护车跑短途, 卡车跑长途, 你腾出时间来, 把基建部的父经理肩上, 我在木马场还有些重要的事, 不得不花些时间, 大家问什么事, 父亲兴致勃勃地说起, 两马的培育和牧草的引进种植, 近伟说, 怪不得木马场那个叫萨木丹的, 找你好几回, 果果说, 枪罢了, 你干的是太多了, 还都是在雪山大地的保佑下, 才能干成的事, 他一句话提醒了父亲, 父亲沉思着说, 看来我得去一趟阿尼穷贡了, 不能忘了雪山大地的祭坛, 靳美和顿珠也想去, 果果说, 干脆大家都去, 我把车开上, 父亲说, 也好, 不起马了, 这些日子, 他天天看到年轻漂亮的黑母马, 出现在日嘎面前, 两匹马的恩爱, 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他想明确黑母马是哪里的, 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 也就算了, 日嘎啦, 给你放几天假, 好好度你的蜜月吧, 这一天, 除了着马和售货员留下来, 守候不得不开门的顿珠商店和静美商店, 信多贸易其余的人都去了阿尼穷贡, 马夫露说, 阿尼穷贡保佑了生意, 自然也保佑了我, 我也得去看看, 只当是参观一下, 车就是快, 天气也好, 路上没有雪, 早晨出发, 中午就到了, 他们首先走向雪山大地的祭坛点灯几百, 之后, 父亲和大家分手, 来到了香萨经社, 香萨主任正在往外走, 一见他就说, 抢巴拉, 你好吗, 家里人好吗, 生意好吗, 你心里牵挂的一切都好吗, 刚刚听管家说你来了, 正要去迎你, 父亲说, 哪里敢劳顿主任, 好长时间没来了, 不用问, 主任肯定好得很, 头上带着光, 就像顶着太阳, 是阿尼穷贡的光, 不是我的光, 我的光下一世, 恐怕都难有, 香萨主任带父亲进去, 把自己的座榻让给他做, 父亲哪里敢做, 站着说, 今天来是想请主任多多指点, 我还有什么做得不够, 怎么做才能得到雪山大地的保佑呢, 尊贵的人坐下说, 不做的话连茶也没办法喝, 我也只能站着跟你说话了, 父亲赶紧坐在坐踏下首客人的卡垫上, 双手接住了管架端过来的素油茶, 香萨主任说, 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是苗医生吧, 眼睛慢八一直在声别离山, 听说尖在慢八野去了, 他们的医道, 加上苗医生的善德善缘, 什么样的在意鬼能侵害得了他呢, 他是给草原和牧人带来好处的人, 雪山大地不会对不起他, 主任的话我记住了, 父亲又说起周政府跟木马场的矛盾, 说起赛马会上的日卡, 说起庆多贸易的现状和未来, 忽而叹息, 忽而高兴, 香萨主任说, 我现在潜心修行, 俗世的事知道的越来越少了, 赛马会上的第一名都带着 格萨尔王光彩照人的影子, 恭喜你了, 周政府和木马场的矛盾, 既是水与火, 又是凶于地, 只要爷爷奶奶阿爸阿妈一出面, 自然就解决了, 你不用担心, 请多贸易好不好, 问问牧人就知道了, 好好坐下去, 福报多多地有礼, 哦呀,哦呀, 父亲虔诚地答应着, 不想过多打搅香萨主任, 一口喝完酥油茶便起身告辞, 在大雪覆盖草原之前, 父亲骑着日卡, 须离一趟升别离山, 母亲不见他, 通过张丽颖的拒绝, 虽然残忍, 却很有道理, 见一面有什么好, 到底是你安慰他, 还是他安慰你, 有点耐心好不好, 你越想见面, 苗姐姐的压力就越大, 最好暂时把他忘掉, 等他病好了, 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那是多大一个惊喜呀, 父亲想, 怎么可能忘掉呢, 人不可能连马都不如吧, 去升别离山的路上, 黑母马一直跟在后面, 日卡走他走, 日卡跑他跑, 日卡也挺关照他, 怕他跟不上, 走得不急, 跑得很慢, 不时地回头瞧瞧他还有多远, 父亲想快快地到达, 看人家两个情义绵绵的样子, 只好从心里慢下来, 不赶路了, 干脆你们两个肩并肩一起走吧, 他下马过去, 想抓住黑母马, 黑母马把头一甩, 躲开了, 父亲说, 挺警觉的嘛, 你到底是哪里的马, 光顾着恋爱, 不想见主人了, 主人肯定急死了, 这么好的母马怎么不见了, 回来的路上, 恋爱的温度持续增高, 两匹马耳鬓撕磨, 一路缠绵, 父亲看着他们, 凄凉地赞叹着, 回到沁多县, 心里实在放不下母亲, 就只好写信, 完了去邮电局买信封和邮票, 一打听, 才知道邮电局从来没有给生别离山送过信, 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父亲说, 那就从现在开始送吧, 生别离山有医疗所, 还有几百个牧人组成的老营地和新营地, 邮电局的人说, 这个不能吧, 它不属于线上的投地范围, 怎么不属于那么大一片地方, 现在差不多是阿尼玛青州最好的草原, 抢都抢不来的, 他在邮电局给弹增书记打电话, 反映这件事, 弹增书记说, 邮电局是对的, 生别离山不属于青多县, 那它属于哪里, 恐怕没有一个县愿意认领, 那种不干净的地方, 谁都是嫌弃的, 要解决通游问题, 你得找周上, 父亲心情灰暗地离开了邮电局, 为发一封信, 居然还得找周上, 找就找, 这不是一件小事, 在他心目中, 生别离山是殊胜而亲切的, 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是病患聚集地, 有和他亲手建起来的医疗所, 是母亲工作的地方, 也不仅仅是因为那里雪山高峻, 草原美丽, 跟世外桃源一样, 更是因为自从作为医生的母亲, 也成了麻风病人后, 她的生命就跟生别离山融为一体了, 母亲就是生别离山, 生别离山就是母亲, 生别离山复立着她的情感和爱意, 她为她着想, 就是为母亲着想, 上天入地做什么都行, 去一趟周上算什么, 去周上的这天, 她起得很早, 先拿着铁哨, 在桑杰家的院门前呼唤日嘎, 日嘎竟然没有来, 这好像是第一次, 铁哨吹了半天, 日嘎却不见踪影, 马的听觉超过人十多倍, 他能跑多远才会听不见, 父亲疑惑着, 看到果果走出了自家的院门, 便走过去问, 你昨天见没见日嘎? 果果说, 见了呀, 就在草原上跟黑母马在一起, 父亲说, 那就再等等吧, 果果问找日嘎要去哪里, 父亲就把生别离山不通游的事说了, 果果说, 你把信交给我, 反正我要去, 他差不多半个月, 就会开车去一趟生别离山, 父亲固执地摇摇头, 我想的是, 生别离山的正常通游, 跟你没关系, 不通游就说明政府已经抛弃他, 这是不应该的, 拿着铁哨还要吹, 忽悠问道, 房子盖好都这么久了, 你还是一个人住, 什么时候把张力颖接来? 等结了婚吧, 我就是问你, 什么时候结婚? 不要以为还年轻, 慢慢悠悠, 老牛走路一样不着急, 人这一辈子, 短得很, 眨眼就老了, 好日子越早越好, 父亲又吹了一通铁哨, 回屋等着去了, 但他没等来日嘎, 却等来了萨牡丹, 萨牡丹来跟父亲商量, 培育两码和引进种植牧草的事, 其实也就是传达老财让的意见, 父亲先前做了一个种草计划, 还是坚持鲜小规模实验, 在大面积铺开, 老财让的意思是, 木麻厂有的是草厂, 要搞就轰轰烈烈地搞, 争取一年成功, 两年就冒换心眼, 这个原则不能变, 要是父亲不愿意, 那他就只好请别人搞, 总之对他来说, 时间很重要, 一两年不见成效的事, 他绝对不做, 原因很简单, 草原承包是全省全国的事, 承包以后, 盲目追求生畜存蓝率, 引起草原退化, 木业受阻也是全省, 全国所有牧区的事, 他老财让就是要尽快做出个样子, 给上面看, 到底谁能扭转这个局面, 说透了也就是想继续进步, 官位高一点再高一点, 父亲说, 我理解他的想法, 怕就怕引进的牧草水土不服长不起来, 到时候草原还不如现在的样子怎么办, 萨木丹说, 才让厂长说了, 这个不用你管, 他是厂长的负责, 其他人拿钱干活, 听命令就是了, 说着, 把这个月的工资放到了父亲面前, 强把老师你数数, 新加了物价补贴, 都快六千了, 父亲迟疑不决, 并不是他想额外挣些外快, 这件事的诱惑, 早已超过了钱的概念, 更何况只要给钱, 请人是不难的, 也就是说, 无论是期待的结果, 还是担忧的结果, 有他没他都会出现, 可是毕竟要翻更操场, 万一失败了呢, 他把钱推给萨姆丹说, 工资就先不拿了吧, 我再想想, 萨姆丹说, 还有培育两码的事,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这是我已经想好了, 木马厂现在有那么多好码, 搞培育并不难, 就是不知道, 除了参加赛马会的那些码, 你们还窝藏了多少好码, 听说你们在马庆刚日后面的踪踪盆底, 还有些码, 哦呀, 总不能都换掉草场吧, 父亲点着头说, 将来的好码会越来越多, 需要大量的草场, 木马厂的草场都能派上用场, 他这么说着, 突然就决定了, 听老财让的, 干, 就算赌一把, 雪山大地会保佑的, 你回去告诉咱让厂长, 过两天我就去找他, 今天不行吗, 父亲果断地说, 不行, 今天我得去州上, 解决生别离山通游的问题, 那工资我就放下了, 带回去等于我没完成任务, 父亲把萨木丹送出来, 看日嘎还没来, 又摸出铁哨吹了几声, 自语道, 这家伙去哪里了, 别误了我的事, 萨木丹知道他是在呼唤日嘎, 就说老是在等着骑马, 那就骑我的吧, 父亲瞅了一眼, 萨木丹起来的豹子花说, 那你怎么回去, 萨木丹有点炫耀地说, 我去找丹增书记, 让他派车送我一下, 父亲愣了, 让县委书记派车送他回牧马场, 那得多大的面子, 以前丹增不喜欢萨木丹, 要不是自己说情, 连出路都不想给, 现在怎么变得有求必应了, 父亲惦记着日嘎, 骑着豹子花去了州上, 豹子花既能走又善跑, 骑着倒还算得心应手, 就是有些生硬, 不怎么默契, 似乎他是匹个人主义蛮严重的马, 自我表现有余, 理解主人不足, 不像日嘎, 第一次骑他时, 就给人一种完全可以托付依赖的感觉, 你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 你的生命也是他的生命, 灵魂的合而为一, 在那一刻显得自然而贴切, 好在豹子花的后天训练, 让他显得还是蛮有灵性和教养, 很快就理解了父亲的急切, 跑动变得快速而均匀, 这是打算一直跑下去的意思, 除非主人强令他停下, 父亲晚上到达, 找旅馆助力一休, 第二天上午先去了周游电局, 在得到跟庆都县游电局几乎一样的答复后, 他来到了周委书记王石的办公室, 王石本来和颜悦色地在打电话, 一见父亲进来, 脸色立刻变得十分严肃, 放下电话说, 有事吗? 父亲觉得不对劲, 却还是用老朋友的口气说, 没有事, 我找书记干什么? 那就快说, 我还要出去一趟。 父亲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 舔着干裂的嘴唇说, 连茶也不到一杯吗? 自己道, 没有茶, 只有白开水, 那就不喝了。 想着便说起升别离山的重要和不通游的现状, 王石说, 这么重要的是你找我干什么? 去找老财让啊。 父亲一脸茫然, 什么意思? 该州上管的我找老财让干什么? 王石冷笑一声, 听说你现在跟老财让打得火热, 为他培育两马, 为他引中牧草, 为他升官发财, 安前马后地跑来跑去, 你不知道这是在冲我挖坑扇我耳光吗? 父亲书弟站起来, 觉得这样的传扬肯定是老财让有益的, 但也没什么不对啊, 好事情一经过人机的扭曲, 怎么就变成小人捣鬼了? 王石又说, 为人要讲义气, 不能朝三暮四, 左右风圆。 父亲气得有点哆嗦, 又不想做任何解释, 转身就走。 王石说, 你给我回来。 父亲用一声响亮地甩门回应了对方, 王石常喘一口气, 无奈地摇摇头, 脾气还挺大, 说着拍了拍自己的脑壳, 烦恼归烦恼, 吃醋归吃醋, 父亲的事还是要办的, 苗医生被升别离山付出了那么多, 人都陷到里头出不来了, 丈夫连封信都记不到, 这确实不像话。 他抓起电话, 打给了邮电局, 区长说, 我们从来没有给升别离山送过信, 现在就为了满足一个人的需求, 专门安排一个邮递员, 路那么远, 不合适吧? 王石火了, 你邮电局不就是负责送信吗? 安排一个邮递员又怎么了? 那是一个机构, 有医生, 有病人, 那么多, 看着人家与世隔绝, 而不想改变他, 你是不是不想当这个局长了? 而且也不光是送信吗? 还有送包裹送报纸送杂志, 你不要说那里没有订报纸, 我给升别离山订一份, 现在就订上, 前我马上让人送去。 豹子花不亚于日嘎地连续奔驰, 让父亲第二天早晨就回到了清多县, 他下马穿过县, 乘接到拿出铁哨地吹起来, 一直吹到扎西平措, 还是没有日嘎的动静。 父亲有些不放心了, 再次骑上豹子花, 走向了草原。 他吹着铁哨, 走了很远, 找了很久, 心说是不是遇到了狼群豹群, 或者蛇蜊群了? 带着藏鸥来找就好了。 赶紧又回去, 从桑杰的院子牵出多吉, 送了铁链子, 对他说日嘎日嘎。 多吉疑惑地望着他, 一动不动。 父亲骑上豹子花, 迟马而去, 不停地吹着铁哨, 多吉从小就熟悉父亲用铁哨召唤日嘎的情形, 顿时就理解了, 跟着父亲跑起来。 父亲有意慢下来, 让他跑在了前面。 很快, 多吉找到了一堆马粪, 咻了咻, 又朝前跑去, 还是来到了一堆马粪跟前。 就这样, 沿着不断出现的马粪的标识, 他们走向了沁多河的上游。 上游是一片漫漠的浅滩, 多吉停下了, 茫然望着那些或流或不流的水。 从这里可以走向原野的四方, 但最重要的是, 也可以走向木马场。 父亲陡然一惊, 黑木马的出现, 会不会是老财让的陷阱呢? 为的就是引诱日嘎, 让日嘎为木马场留下后代。 要不然, 如此标志地正在青春期的柯马, 为何没人来寻找? 他想到了赛马会上老财让的失败, 他可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 从他跟王石的争斗看, 让他甘拜下风, 比登天还难。 父亲驱赶着豹子花, 带着多吉, 直奔木马场。 初冬的草原, 显示着生机受阻的疲惫, 枯黄是宁静的, 等待着雪的掩埋, 等待着来年的载绿。 而在更多的地方, 却是无法宁静的泥土的裸露, 黑色的焦黄的青灰的裸露, 让地表的伤痕格外难看。 泥土和沙地争相面世, 干燥随风而来, 上一场雪的痕迹, 早已被蒸发得一干二净, 灰土从石头间飞起来, 风正在掏空土地的粘连和弥合, 空气已经不怎么透明了, 泛滥的尘埃改造着大气, 影响了鹰的敏锐, 盘旋低了许多, 一只炎阳老死在深谷里的尸体, 各道干枯才被发现。 而在往年, 这个时候这些地方都被雪色抹得一片脚白, 如同厨子的皮肤干净而秀美。 父亲有些倦怠, 就跟草原一样, 需要休息了, 更重要的是他又渴又饿, 急需要补充能量。 他走向一顶帐房, 以心牛羊, 看门前没有脏熬, 跳下马来喊着, 你好, 扎兮得乐。 多急也跟着喊起来。 主人出来了, 拿着一把藏刀问, 干什么? 父亲说, 路过了你家吉祥的账房, 就像渐渐尊贵的主人。 主人这要告诉你, 你不就是想吃点喝点吗? 没有, 买一点总该有吧。 那人仰头望着天说, 为了不饿死你, 可以卖给你一碗酸奶, 拿碗来。 出门太急了, 父亲忘了, 揣上自己的木碗。 那人便进去, 端了一碗扣着 铁烧的酸奶出来, 酸奶愁糊糊地,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父亲伸手去接, 那人往后一缩, 钱, 多少钱? 二十块。 父亲几乎惊倒, 心说,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祖先的好习惯, 这么快就丢掉了。 贪也不能这么贪, 二十块钱都可以买一张老羊皮, 钱的好处还没有尝到, 人就已经变坏了。 他转身要走, 那人说, 那就五块吧。 五块也太贵, 不吃了。 多吉也感觉到了对方的不友善, 哄哄地叫着。 父亲说, 多吉我们走, 去找老才让。 那人把酸奶放到草地上, 也不顾多机会地咬他, 拿着藏刀追了过来, 老才让是你叫的。 父亲赶紧蹲下来, 抱住多吉, 问道, 那他叫什么? 叫才让厂长了。 父亲心说, 别看老才让蛮横霸道, 倒是笼络了不少人, 木马场的人还挺护他。 第十三章, 牧草的黄昏, 飞扬的雪花在问候谁, 起舞的风蝶在思念谁, 奔驰的羚羊在向着谁, 都说着扎西德勒你在爱着谁。 一, 饥寒交迫的父亲在旷野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才到达木马场的厂部, 厂部楼前站着几个人, 见他过来就接住了豹子花, 父亲问才让厂长在不在, 然后从马大连里拿出一根被做马肚带的牛皮绳, 把肚急拴在门边的铁栅栏上, 摇摇晃晃走进了厂部楼。 办公室里, 老才让正在开会, 看推开门的父亲又要出去, 招手道, 进来进来就完了。 父亲进去, 坐在了一边, 听老才让做最后的总结, 他说了, 金矿下个月必须完成的产量, 说了给所有作为种马的儿马 和用作培育的母马 拍照片印划册的事, 说了催问发货的事, 已经从洛阳拖拉机厂 购买了十台东方红拖拉机 和十台可以拖挂的播种机, 大规模的翻地种草就要开始了。 会散了, 没等人走完, 父亲就扑过去, 怕到办公桌上问, 你把日嘎弄到哪里去了? 还给我。 老才让瞪起眼睛问, 你说什么? 接下来就是老才让和萨木丹 坚决否认木马厂偷了日嘎, 而父亲坚持认为日嘎的失踪 就是木马厂搞的鬼。 老才让说, 好吧, 那你就去大马厩看看, 到底有没有? 你们还有藏马的地方, 你是说踪踪盆地, 你去看就是了。 父亲拔腿往外走, 一个亮枪差一点倒地, 萨木丹赶紧扶住他。 他来到楼门外, 牵上多吉, 跟着萨木丹去了大马厩, 守护着马匹的奔森吼起来, 多吉正托父亲的拽拉朝他跑去。 萨木丹紧张地说, 要打起来了, 父亲说, 不会吧。 奔森也朝多吉跑来, 两只藏鸥依靠近, 就很有礼貌地站住了, 互相审视了一会儿, 多吉便主动凑过去, 绣了绣对方的鼻子。 萨木丹说, 我想起来了, 他们都是梅朵红和当周的后代。 对, 奔森是哥哥, 虽然他们没见过面, 但气味是一样的。 说着父亲走过去, 一个马槽一个马槽地看起来, 看到最后, 发现没有日葛, 身子便晃了一下, 阿虚一声道了下去。 父亲饿昏了, 当他从老财让办公室的沙发上醒来时, 窗外已是漆黑一片, 守在身边的萨木丹端来了簪巴, 酥油茶和羊肉汤。 老财让说, 吓我一跳, 你脸白的就像死人。 父亲喝光了酥油茶, 又喝了几口羊肉汤才说话, 过去也饿过肚子, 忍一忍就过去了, 现在怎么搞的, 一饿头就晕。 萨木丹说, 老师出门还是要带些食物, 找不见日葛心里急, 忘了。 老财让说, 现在我们也急, 日葛是最好的种马, 不能就这样不见了。 父亲没再提踪踪盆地, 他看得出日葛的失踪, 的确跟老财让没关系。 父亲在招待所休息一夜, 第二天离开时, 去给萨木丹说, 想再借几天抱子话。 萨木丹说, 老师你客气什么, 厂长说了, 所有的马现在都归你管。 父亲匆匆离去, 原本是想回庆多县, 突然又改变主意, 走向了角巴家。 角巴熟悉庆多草原上的 大部分牧人, 那匹黑母马是谁家的, 他应该知道吧, 直到第二天傍晚, 父亲才找到角巴家。 索南说, 爷爷奶奶转山还没有回来, 我去看过一次, 送了些食物, 说是今年新年就不回来了。 阿尼玛青刚日看着有人陪伴, 他过新年, 心里一高兴, 就会多多地赐福。 父亲说起日葛, 问索南和尼玛 认不认识一匹 漂亮到无与伦比的黑母马。 他们都说不认识。 父亲吃了喝了, 提到家里的牲畜和草场, 索南兴高采烈地说, 东高已经接过了, 没有一个死的, 春高就要开始接了, 我家的牛羊明年肯定能超过邻居家。 父亲说, 要是草原能超过就好了。 又从望母怀里接过格列来, 逗着玩了一会儿, 心事重重地躺在了毡铺上。 一觉醒来, 父亲舔了一碗望母端上来的折麻, 带了些食物, 便告辞而去。 阿尼玛青刚日似乎很近, 近的他就在人心里, 又很远, 远得几乎无法抵达, 因为没有一个藏族人敢于登上主峰, 脚踏冰岩, 只能在绵绵不绝的山群里, 沿着一里而行的转山道, 虔诚地膜拜, 远远地主望。 父亲望着雪峰走了整整三天, 才看到匍匐在地, 艰难转山的人, 一打听, 知道脚巴和迷马就在前面, 便继续往前走去。 在藏族人的传说里, 阿尼玛青刚日是开天辟地的九大造化巨人之一, 整个雪域高原的东方守护者, 格萨尔王的纪魂山, 强大刚猛的本教战王等等。 阿尼在这里指的是崇高无畏的先祖, 马青以为雄立至尊, 刚日就是雪山, 说它是至尊祖先的雪山再恰当不过。 阿尼玛青刚日属马, 每封本命年, 远远近近的藏族人就会拖家带口来这里, 一圈一圈地转, 骑着马转一圈得五天, 步行转一圈得十天, 刻着长头转一圈, 则需要近三个月。 今年不是马年, 转山的人少多了, 零零星星的, 隔几千米才会有一个。 但百香, 山花, 苏有, 三八点燃的威丧, 还是随处可见, 那是守护雪山的善心人, 尽心尽知的结果, 丧烟升起的地方, 骑腹真言实惊堆负雪而立, 四周是落起的旗帆和风马旗, 转山人的心愿, 会通过他们飞升而去, 直达雪山大地的顶部, 人性的天堂。 就在冰冻的庆多河拐出一个阔水湾的地方, 父亲看到了正在休息的脚巴和弥马, 脚巴一见, 他就高兴地喊起来, 想巴拉, 你怎么来了? 是想我拉, 还是想阿尼玛青刚日拉? 望着你说想你, 望着山说想山, 望着弥马阿妈使, 却不能说想弥马阿妈, 因为这个阿妈又年轻又漂亮, 弥马咕咕咕笑着, 脚巴说, 你是个聪明的人, 这样就对了, 弥马想儿子时,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多谢弥马阿妈想我, 我还没问你们好不好, 白天好不好, 晚上好不好, 脚巴说, 白天好不好, 你问太阳就知道, 他把我们晒暖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晒成两个黑头藏族人? 我们太热了, 热得都把冰雪烤化了, 你没听到他叮咚叮咚响个不罢, 晚上好不好, 你问冰窟窿, 雪窝子就知道, 他让我们睡到天亮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把人世间的所有舒服都给我们? 我们睡得都不想起来了, 至于我好不好, 你问弥马就知道了, 弥马好不好, 你问我就知道了, 你还可以问问守护雪山的善心人, 给了我们多少祝福, 问问阿弥马青刚日, 对这两个虔诚磕头的人是不是保佑的更多一些? 父亲听出来了, 脚巴是说已经是冬季了, 他们白天受冻, 晚上难熬, 但转山是肉体和心灵的祈祷, 越苦难就越灵验, 所以心里是高兴的, 脸上是光彩的, 脚巴突然移了一声, 你骑的是谁的马, 日嘎呢? 父亲说起日嘎的丢失, 说起那匹可疑的黑母马, 脚巴说, 这样的黑母马我没见过呗, 肯定不是牧人家的, 牧人丢了马能不找吗? 见了日嘎能拴住不放吗? 父亲讲, 也是, 日嘎要不是日被人控制住, 不会这么多天不找他, 弥马从三十遭上端起锅, 把里面的酥油茶, 全部到进脚巴的碗里, 然后端给了父亲, 父亲一口气喝完, 呆呆地望着前面, 前面是海拔六千二百八十二米的主峰, 环绕着主峰, 浑莽的山势层层叠叠, 冰的伟岸和雪的拔起, 像是戳破天的利剑, 风风银白, 光耀在宇宙一角, 这一角应该是最明亮的吧? 天有多远, 俊俏的排列就有多远, 磅礴无极的山势逼势来, 人显得无比渺小, 还不如一只蚂蚁, 不如一块冰石, 蚂蚁是看不到高山的, 冰石是感觉不到时间的, 存在的理由显得如此脆弱, 好像立刻消失才应该是对的, 而就在这样的氛围里, 角八和米马的转山坚韧地持续着, 已经好几个月了, 角八说, 酸奶不酸是时间刚好, 煮肉不老是牛粉刚好, 你来得正是时候, 赶上了过山门和雪门, 看见了吧, 前面那两个冰洞, 不管你信不信, 来了就得过, 说着, 收起吃饭的家事, 又要往前朝拜, 父亲说, 信, 怎么不信, 他把豹子花的缰绳拴在腰带上, 跟着角八和米马刻起了长头, 山门就像方形的天堂之门, 冰青玉节里又有高处的寒凉, 风从门洞中穿过, 站着玉岛, 趴着又起不来, 灵性的光辉随风而至, 一切都是透彻的, 包括人, 山门边上又有雪门, 据说那是贾木萨的女儿把守的门, 能够消除人的灾难之源, 怨恨, 父亲磕着头过去了, 怨恨真的没有了, 不过他好像始终都没有怨恨, 从前和现在都没有, 突然想, 让王石和老财让也来转转山过过雪门就好了, 再往前行进, 匍匐了两百多米, 就又是无量关了, 一个狭窄的岩石细口, 能过去就说明你有善心善德, 好抱好运, 要是卡住就意味着你恶业累累, 在劫难逃, 角八说, 我们已经过了一次, 松快得很, 石头像是软的, 父亲看看他胖大的身材, 又看看细口, 不可能吧, 你怎么能过去, 弥马笑道, 他就是过去了, 父亲说, 那我就更不成问题了, 他想边磕头边过, 试了一下没过去, 又站起来侧着身子过, 还是没过去, 父亲的脸色顿时沙白, 难道我是个坏人, 没有好报, 角八说, 不可能过不去呀, 你做得尽是善事, 挤一挤, 使劲挤一挤, 父亲挤了挤, 你还是没过去, 角八说, 不是你人不好, 是你心不成, 你肯定想得太多, 脑子乱了, 说着来到细口前, 念了一声祈福真言, 祈祷着, 阿尼玛清雪山保佑, 驱散我家的病一鬼, 让财上的阿妈好起来吧, 然后斜着身子, 先过头, 再过胸, 再过屁股, 再过腿, 呼一下就到了细口那边, 父亲说, 我再试试, 他试了几次, 直到脱了衣服才过去, 角八说, 只要过来, 就是有福气的人, 你仔细听听, 听见了吧, 听见什么了, 别说话, 你听, 父亲听着, 是风的脚步声, 是雪水破冰而出的流淌声, 是雪落地面的歌唱声, 不, 哪里是雪的歌声, 是人, 是从冰山裂缝中, 烟云一样鸟鸟传来的仙女仙人的歌唱, 伴奏着如梦如幻的琴音, 父亲惊喜地叫了一声, 角八和弥马笑着, 都说, 我们也听到了, 三个人都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都享受着天类的恩赐, 把膜拜和祈祷, 变成了送给亲人的礼物, 都想到了一个远方的病人, 那个因为在生别离山治病救人, 而使自己变成病人的女人, 他们不停地念叨着, 生别离山的病人, 所有的病人, 生别离山的花朵, 所有的花朵, 健康而夺目地绽放, 突然脚巴不听了, 直起脖子, 凝视着前方, 阿尼玛清刚日的眷顾是周到的, 要是耳朵聋了听不见, 还可以看见, 在雪山群落中拔地而起的主峰, 在主峰冰白迎接的立面, 能看到雪山化现天上的格萨尔, 头戴金冠, 一身白长, 右手紫罗, 左手伞盖, 龙马围棋, 不怒而威, 尼玛问, 看见了没, 脚巴柔柔被雪光刺痛地演说, 要是看不见我做看的样子干什么, 父亲也看起来, 看了半天才辨认出形象来, 但好像不怎么清晰, 脚巴说, 尼玛看得最真, 连伞盖上挂着几个灵档, 法罗不是左旋是右旋,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父亲说, 你们都比我有福, 他还想看, 发现再看下去, 眼睛受不了, 便绕过岩石细口, 把豹子花拉过来, 跟在脚巴和米马身后, 继续磕头朝拜, 直到夕阳夕下, 该是休息的时候了, 脚巴支起了三十躁, 米马用铝锅端来了冰, 干牛粪是背着的, 抓出来用火帘打着, 就开始化冰烧茶, 晚饭很简单, 酥油茶和沾巴, 脚巴正吃着, 突然啊嘘一声说, 我怎么把他忘了, 又看看米马, 你怎么也把他忘了,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 休息, 脚巴用手掌, 抹着离黑粗糙的脸说, 你再让我想想, 会不会是遇到了家巴窝, 强盗之家, 得盗马贼秋吉, 父亲说, 我没看到什么盗马贼, 脚巴说, 他们放出妖马偷你的马, 贼是看不见的, 父亲惊叫一声, 妖马, 早就听说过妖马, 他是马界里的狐狸精, 是米岛妹活儿马的母马精怪, 现在又加上加巴窝的盗马贼, 到底怎么回事, 脚巴说起来, 当初米马为什么盗了草原, 就是加巴窝的盗马贼秋吉, 把他抢来的, 秋吉路过沁都草原的一间房时, 被庆多部落的头人脚巴得急撞上了, 脚巴可怜这个哭哭啼啼的女孩, 用三匹好马把他换了过来, 想放他走他不走, 说他家是海东地方的大庄户, 休吉为了抢夺他家的马群, 害死了爹娘哥三口人, 他现在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回去怎么活, 脚巴只好让他留下来, 渐渐的就在一间房里, 他成了他的女人, 虽然不是妻子, 但跟妻子是一个样子的, 后来米马认识了丹巴画师, 就毅然决然地跟着他离开了秦多, 不是他水性洋花, 喜心厌旧, 而是他不想让脚巴倒霉, 因为就算脚巴的妻子能宽宏大量地容纳他, 新社会的风气也不会允许他继续跟脚巴在一起, 父亲倒吸一口冷气, 原来是这样, 到马贼丘吉还在甲巴窝, 甲巴窝在哪里, 脚巴说, 甲巴窝就像牲畜的窝子, 满草原一动, 见了人就躲, 谁知道在哪里, 父亲说, 我要找一定要找到, 米马突然就像换了一个人, 跳起来, 咬牙切齿地说, 你要是找到他, 我就给你磕头, 脚巴紧张地问, 你要干什么, 忘掉吧, 米马说, 这个愁忘不掉, 父亲回到沁都县的第二天, 县邮电局的人就来找他, 说是周邮电局来了通知, 他可以给生别离山寄信, 不过地宋地绕一下, 先从县上到周上, 再从周上到生别离山, 父亲赶紧把上次没发的信交给了来人, 从此, 他和母亲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通信联系, 并用这种方式维持着他们越来越深的爱情, 他知道这是王石干涉的结果, 感激地想, 下次再去看他, 一定坐下来跟他好好吃顿饭, 光喝酒不说事, 一说事就起矛盾, 现在的王石和他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也是在这一天, 他去了一趟喜饶副县长的办公室, 先提到电话, 说在别的地方大街上都有电话了, 可是在我们线上, 电话依然是政府和邮电局的专利, 实在是不方便, 喜饶当即拿起电话, 问邮电局有没有可能在县城普及电话, 对方说, 那得增加交换机, 还得买电缆, 架线路, 谁掏钱, 喜饶说, 当然是政府掏钱了, 然后通过电话费收回来, 恐怕收不回来, 我们现用电话的人太少了, 父亲在旁边大声说, 不会少的只能越来越多, 喜饶说, 听见了吧, 这是群众的呼声, 放下电话又说, 老实了, 现财政确实没钱, 行政开支太大, 国家的拨款哪里够, 不贴补不行, 一贴补别的事就别想干了, 电话的事恐怕还得再商量, 父亲说, 我就知道是钱的事, 你让邮电局做个预算, 不太多的话, 三分之一由沁多贸易出, 喜饶高兴地说, 哦呀, 我就知道老师会这么说, 我抓紧办, 父亲又说起, 贷款建造泥马村康, 昂千古的屠宰场和冷库的事, 本来我想直接去现银行谈, 但这次贷得多, 没有政府的担保恐怕不行, 我不知道政府可不可以出面担保, 就算能也得请施胆增书记, 那就尽快, 喜饶有些为难地说, 不能心急, 我得找机会, 等他高兴的时候再说, 他有什么不高兴的, 但增书记当了这么多年县级领导, 一直说要提拔到州上, 他也做好了走的准备, 但到现在省上也没有阴心, 他牢骚大得很, 脾气不好, 两天后喜饶来进美商店找父亲, 说是弹增书记想见见他, 父亲说要是有电话多好, 说一声我就去了, 现在你还得跑来跑去, 到了弹增办公室, 弹增不在, 等了一会儿才回来, 呛巴拉, 你又开始管闲事了, 你要用电话, 长长地拉一根线就行了, 出那么多钱干什么, 有几个钱就烧包得慌, 就不会存到银行里去, 做, 你们两个都做, 父亲说, 我没有多少钱, 也不是烧得慌, 就是觉得大家为一句话跑来跑去的说, 既浪费时间, 又浪费精力, 没有速度, 不讲效率, 看着忙忙叨叨, 其实是原地踏步, 弹增哼哼哼一笑, 说得好, 我也想讲效率, 有速度, 可就是由不得我, 喜饶讨好的说, 要是大家都讲速度和效率, 弹增书记早就是州上的大领导了, 父亲说, 不对吧, 要是火箭速度的话, 应该是地球的求偿了, 弹增说, 你别挖苦我, 再挖苦就别想在我这里办事, 父亲赶紧说, 我的意思是, 你早就应该是州长了, 不扯我了, 说正事, 这个电话嘛, 我早就想让权限人民人手一步了, 就是钱不凑手, 这样好不好, 请多贸易再多出一点, 多出多少, 出一半, 父亲犹豫着, 弹增又说, 你心常善, 你是活菩萨, 你叫强八, 应该是出得越多越高兴才对呀, 实话说, 线上出三分之二的话, 还得拖, 一拖就拖到猴年马月去了, 一拖的话, 立马就可以拖, 父亲一巴掌拍到桌子上, 那就说定了, 又用双手抓住自己的胸口, 阿虚, 我心疼死了, 性多贸易没有多少钱, 想往前走吧, 钱袋子是别的, 好在还有银行, 能够贷款, 但曾说, 贷款的事, 我听喜饶夫现场说了, 又是泥马村康, 又是冷酷, 现银行肯定贷不出来, 你得去找周银行, 至于屠宰场, 线上本来就有一个, 你还办什么? 父亲说, 收费太高了, 屠宰不起, 我们收购一只羊, 再去现屠宰场屠宰, 成本就会高出两个百分点, 还得把皮张, 下水和头尾留下, 亏吃大了, 喜饶说, 但曾书记的意思是, 你可不可以把现屠宰场吃掉, 父亲喊起来, 我没有那么大胃口, 吃不起, 喜饶说, 不需要你花钱, 只要你能给工人发工资, 发退休金就行, 父亲沉默着, 一想就明白, 屠宰场是个亏损单位, 发不起工资, 成了线上的包袱, 但曾说, 强巴拉, 活菩萨, 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 父亲说, 这个我得好好想想, 还得跟大家商量, 但曾说, 我等你回话, 其实父亲是高兴的, 现屠宰场的设备还可以, 接收他比建议做新屠宰场, 要划算得多, 再说, 本来庆多贸易就需要人, 新招的还得培训, 不如全盘拿来, 还都是熟练工, 他问, 退休的人有多少, 但曾说, 厂子历史短能有多少, 加上厂长才三个, 父亲假装苦着脸说, 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 就是脸皮薄耳朵软, 一辈子改不了, 千万别改, 改了就不是强疤了, 当天晚上, 父亲就把靳美, 顿珠, 桑姐, 国国交到一起, 说了这事, 大家很高兴, 国国问, 要不要喝酒, 靳美和顿珠都说, 要, 父亲和喜饶夫县长, 很快签了转让合同, 之后, 他骑着豹子花, 再次来到州上, 进商店买了两瓶酒, 和一些糕点水果, 在一个气美如梦的黄昏, 来到周围大院, 找到一块油草的枪脚拴好马, 走向了王石的家, 王石刚下班, 见了父亲不吭声, 只是默默地开了大门, 父亲笑嘻嘻地进去, 大声问, 嫂子呢? 我来了, 喝酒的人来了, 王石的妻子从厨房出来, 笑道, 他给你打电话了, 没有啊, 那你怎么来了? 他这两天老念叨你, 王石说, 谁念叨他了? 父亲放下礼物, 坐下来东拉西扯, 菜很快好了, 洋芋牛肉, 辣椒炒羊肉, 蒜泥茄子, 两板黄瓜, 父亲开瓶针酒, 王石说, 你又有什么事? 先说清楚, 不然我不敢喝酒, 父亲为难地叹口气, 本来我是想好光喝酒不说事的, 免得又吵架, 但你既然问起来, 我就不好隐瞒了, 父亲说起庆多贸易的发展, 说起贷款修建尼玛村康和冷库的事, 王石说, 我是真想帮你, 但就是帮不了, 前天我让教育局和银行联系, 想以明年的教育经费做担保, 带出一笔款子来, 修好通往沁多学校的路, 再给学校多安些电话, 你猜行长怎么说? 你让书记把我撤了吧, 银行的存储不多, 只能维持正常营业, 我没办法答应你们, 当时你儿子就在我办公室等着, 我只能让他失望, 江阳也来找你要钱了, 沁多学校不是正在扩建吗? 扩建费是专款专用, 不包括修路和安装电话, 父亲猛喝了一口酒, 闭上眼睛沉思起来, 突然说, 做一个拿不出钱的领导, 挺难受吧? 那你以为, 家长不好当? 父亲没有兴趣再聊什么, 匆匆吃饱了肚子, 打着酒隔, 起身告辞, 王氏说, 住下吧, 还是回吧, 明天有些事要办, 嫂子, 谢谢了, 你做的菜真好吃, 父亲骑着豹子花, 连夜往回赶, 韩星在天上眨眼, 奇怪这个晚上应该睡觉的动物, 怎么还在走? 深邃的黑蓝里, 关注着地面的还有几一阵松一阵的风, 时而尖锐, 时而笨顿的风, 不停地推葬着人和马, 马踪飘扬着, 一副哗啦啦响, 风得暴虐迎面而来, 让你知道, 在一个寒冬腊月的夜晚, 还有比暴雪更严酷的事实, 那就是无雪, 无雪的路上, 雪窝子变得温暖而遥远, 父亲后悔了, 在炉火雄雄的王氏家里睡一夜该多好, 天太冷了, 往年可不是这样, 也许不是比往年更冷, 而是他身上没有了火气, 没有火气的牧人, 就得管羊皮叫阿爸啦, 看样子我得穿厚一点, 缝一件皮袍的药理, 再就是犯困, 要是骑着日嘎, 他可以在马背上睡, 把安全把方向都交给他, 可是抱着花不行, 他还不熟悉从周上到线上的路, 也不一定能激紧地躲开沟壳, 狼群和焊塔洞, 看主人不用缰绳指挥他, 就停下步走了, 好在远处传来了藏傲的叫声, 引导着父亲走向了一顶比黑夜更黑的帐房, 藏傲是懂事的, 光叫不摇, 父亲下马, 望着帐房站一会儿, 就见有个黑影走了出来, 父亲说, 扎西得乐, 没穿皮袍的人动得受不了了, 走夜路的人困得走不动了, 你家的藏傲真是好, 他远远地说, 来呀来呀到我家来呀, 那牧人说, 虽然藏傲叫你来了, 还得看他让不让你进帐房, 他要是让你进, 帐房里的牛粪火和酥油茶就都是你的了, 父亲拴了马, 卸了安歼, 取下饺子, 走向了帐房, 门边的藏傲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 牧人说, 藏傲不咬的都是吉祥的人, 进来吧, 我家的毡仆说, 这里有草原最香甜的水梦, 父亲弯腰进去, 女主人赶紧起身, 要捅着炉灶烧酥油茶, 父亲说, 不用了, 嘴巴就像眼皮沾到一起了, 你没听到客人是打着呼噜进来的吗? 女主人说, 牛粪火不驾望, 尊贵的客人睡不踏实, 你是哪里的吗? 这么辛苦地走夜路, 问着, 却又丝毫不关心他的回答, 弯下腰来须须地吹着炉灶, 火苗升起来, 茶壶滋滋地响, 父亲打着炖, 喝了一碗滚烫的酥油茶, 说了声谢谢, 躺下便睡, 父亲第二天回到县上, 正吃着着马做的面条, 浸美, 炖猪, 果果就来了, 父亲说, 你们也吃一碗吧, 比街上饭馆里的还要好, 放了羊肉, 还放了西红柿, 小油菜, 葱花和鸡蛋, 又冲着厨房喊道, 卓马拉, 你进步太大了, 这么香的面条都能做出来, 大家都说刚吃过, 果果说, 后悔死了, 刚才不吃饭就好了, 卓马从厨房出来说, 那就再吃一点嘛, 果果说, 吃一点就吃一点, 静美和顿珠问起贷款的事, 父亲就把经过说了, 静美说, 这么说, 尼玛村康和冷库要吹啦, 父亲说, 还不一定, 我再想想办法, 你们干你们的, 每个部门的事只能干好, 不能干坏, 桑节端上苏油插来, 大家信任地望着父亲, 都说有办法就好, 父亲说的办法就是去找老财让, 过了几天, 当他再次站到老财让面前时, 心里就已经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他说, 财让厂长了, 我是来报道的, 老财让说, 你也该来了, 拖拉机和播种机过几天就到, 怎么干不用, 我说了吧, 不用, 一边培养驾驶员, 一边考察操场, 操场得按先低后高的顺序排列出来, 操种的引进, 我得去省上的木科所, 估计问题不大, 至于两码的培育, 随时都可以开始, 先按品种, 公母, 随口, 毛色大致分以下, 在两尺寸, 高低, 长短, 腿, 臀, 背, 头, 颈, 部等, 然后登记造册, 专码专位, 得多为些能刺激发情的草料, 为三月份开始的交配做准备, 老财让大感兴趣, 你快做, 有这样的草料, 肯定有, 父亲坐下来又说, 你知不知道加巴窝的盗马贼丘吉, 日嘎很有可能就是他盗走的, 引诱日嘎的黑母马明显是匹妖马, 只有盗马贼才会培育这样的马, 老财让略感惊讶, 丘吉, 听说过这个人, 他还活着, 还在阿尼马青草原, 他手里肯定有好马, 我也这么想, 不过他的马再好, 也好不过日嘎, 不然他不会对日嘎下手, 父亲说着, 做出欲言又止的样子, 长叹一声, 老财让问, 还有什么事, 你以前问过我, 庆多贸易能不能合并到木马厂, 我说不能, 现在看来还是不能, 但庆多贸易光靠自己是走不远的, 我们面对草原牧人的需求, 必须建造一座泥马村康, 面对外面对虚产品的需求, 必须要有自己的冷酷, 做不到就只能垮掉, 那就做呗, 没钱怎么做, 你跑来给我哭穷, 什么意思啊, 父亲干干脆脆地说, 借钱, 或者由木马厂给我们贷款, 老财让步吭声了, 想了半天才说, 钱我们有, 但不能借, 只能入股, 我知道你的意思, 到时候方便吞并我们, 父亲说着站了起来, 看来我得躲远一点, 你早不说晚不说, 等我买了拖拉机和播种机你才说, 是想要挟我吧, 就算是吧, 你也学得狡诈起来了, 老财让白白手, 示意他坐下, 看在你两次救我命的份上, 我可以先把钱借给你, 当你肥了再吞并你, 父亲坐了下来, 你这样说我就不想谢谢你了, 我等着你来吞并我, 好, 我们一言为定, 又说了一些 倾多贸易目前的经营状况, 父亲突然变了话题, 还有件事, 我想了几天, 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该的理由是, 既然我在给你干, 就得为你考虑, 你的形象也是我的形象, 不该的理由是, 你90%会拒绝, 因为这是周上该管的事, 不是木马场的事, 老财让警惕地瞪着父亲, 你又想说什么了, 还是钱, 这是你唯一的资本, 这次不是借, 是捐, 哪里的乞丐, 我不感兴趣, 就算是乞丐, 也是你求之不得的乞丐, 现在去倾多学校, 只有一条又窄又烂的土路, 基本不算路, 学校想把路修好, 再通一路公共汽车, 周上没钱, 解决不了, 一直拖着, 学校现在办得不错, 名气很大, 你要是能把路修好, 既是雪中送炭, 又是锦上添花, 老财让一脸狡黠地盯着父亲, 谁不知道你儿子是学校校长, 所以我才把好事揽过来了吗, 你想想, 老师来自四面八方, 学生遍布阿泥马青草原, 这些人会怎么说, 周上办不了的, 才让厂长吹口气就办了, 那你的名声就好听死了, 到处都有人举着大拇指念叨你, 老财让站了起来, 你走吧, 快点走, 再不走的话, 不知道又会冒出什么名堂来, 又是给庆多贸易借钱, 又是给庆多学校捐钱, 光鲜话说了一大堆, 还都让人没办法拒绝, 收获不错呀, 你来这一趟, 我到底还是没有看错你, 是个人才, 居然能把我老财让说动,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 别老盯着我的钱, 给我好好干, 我是不好好干的人嘛, 第二天, 父亲给我打来电话, 让我尽快去一趟木马场, 最好能带上预算, 直接找老财让, 我高兴地说, 谢谢了, 阿爸, 扎西德勒, 阿爸, 父亲又问, 你新年在哪里过, 我说, 我想去看阿妈, 又想回西宁, 你还是不要去生别离山, 你阿妈不希望有人打搅, 回西宁吧, 我也回, 不回的话, 老爷老了会担心, 再说, 你阿妈也希望我们多跟老人在一起, 下雪了, 沉思的草原放弃了显现, 选择了隐藏, 来自天上的飘洒, 又一次把荒凉和寂静凝固在大地之野, 同时撒向人间的还有忧郁和悲伤, 牛羊和马匹被困在鸡血里, 饥饿和寒冷以夺命的方式袭击而来, 死亡正在发生, 操场退化, 球标不足, 冻死是很容易的, 一夜之间就是持血埋尸, 牧人们尽量把羊羔抱进帐房, 想为孩子的母羊就离三层外三层的围着帐房咪咪的叫, 牦牛还好些, 批分的长矛在这个时候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马们挤在一起, 瑟瑟的发抖, 强健一点的就用蹄子刨挖腹血, 但很多时候刨挖是无效的, 下面并没有期待的牧草, 在牧马场忙完草场考察和马匹登记的附近, 不顾大雪的独党回到了庆多县桑杰的家里, 第一件事就是跟销售部经理顿珠和虚产品收购部经理桑杰商量, 牧人们还是老习惯, 不吃不买冻死的牛羊, 性多贸易能不能在冻死之前就去收购, 顿珠说, 这时候收购的牛羊又瘦又弱, 来了就得宰杀, 怕来不及, 运到西宁后, 价格肯定上不去, 父亲说, 上不去没关系, 少赚一点就是了, 我给马福禄说, 桑杰说, 宰杀得快, 收购也得快, 我们人手不够, 跑不过来, 父亲说, 我跟喜饶商量, 看政府那边能不能帮个忙, 庆多贸易的几个投面人物家里都已经安装了电话, 打电话的结果是, 喜饶副县长说了十几个欧雅, 既是答应也是赞美, 这样的话, 牧人的损失就少多了, 我们两家联合起来跑, 越快越好, 路现在还能走, 天气预报说, 雪会越来越大, 父亲放下电话说, 桑杰你问问卓马, 我们有多少现金都带上, 又给果果打电话, 要求运输部今天就出发, 运输部已经从现运输公司挖过来两个人, 果果完全可以不必自己去, 但他说, 雪天里出车他不放心, 只能让张丽颖委屈几天了, 父亲才知道果果把张丽颖接来了, 就说, 我去看看他, 父亲就是想问问母亲的近况, 张丽颖说, 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 床面有干枯的, 有结巴的, 说明治疗不是没有一点效果, 但新的浓阳还在出现, 每个星期都有浸润和弥漫, 说明效果不理想, 麻木性的皮肤损害和神经粗大又在增加, 很可能会出现枝端残废, 苗姐姐已经做好思想准备, 家里人也得接受这个现实, 父亲忧虑的脸色变成了黑夜, 眼泪几乎掉下来, 西药不顶用, 藏药也不顶用, 怎么回事吗? 我们还在想办法, 旧的方案淘汰了几次, 新的方案会不断跟上, 苗姐姐和我们都不会放弃,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抬起头, 勉强一笑, 结婚的日子定了没? 张丽颖说, 日子好办, 你只要给果果放几天假, 什么时候都行, 父亲说, 你们把日子定下来, 果果随时都可以请假, 但最多只能请一个月, 不能太多, 张丽颖惊喜地说, 够多的了, 望丽颜果果又说, 领了证, 请大家吃顿饭, 婚礼就不举行了, 父亲说, 不行, 性多贸易的人, 怎么能偷偷摸摸结婚, 生别离山是你的娘家, 在那里吃上马席, 在线上吃下马席, 婚礼主要在线上, 饭馆定最好的, 果果和张丽颖都说, 不不不不, 为什么? 果果说, 当初我们的事, 别人都还记得名声不好, 父亲说, 现在看来, 不过是个婚外恋, 法律管不着, 再说, 正因为有过去的事, 才要在线上办, 而且要隆重, 让别人看看, 跌倒的人不仅爬起来了, 还挺得这么直, 站得这么高, 你们听我的, 果果和张丽颖对视了一下, 没再说什么, 父亲说, 走吧, 果果问, 你也去, 父亲说, 你不放心车, 我不放心你, 二, 线上出动了六辆卡车, 信多贸易出动了一辆卡车和一辆救护车, 线上一路由桑杰带着, 信多贸易一路由父亲带着, 无边的原野上是无边的浩白, 雪连一层比一层厚, 地面上消失了路和草原的区别, 迷蒙的前方不再有熟悉的山营与河流, 天正在掉下来, 雪花像是天塌式的坟墨, 带着新鲜的宇宙的气息, 也带着迷惑你走下悬崖, 走进河流的阴险, 好在司机们都是跑了许多次的, 轻车熟路, 而且冬天木人的帐房都扎在平坦的川道里, 只要不迷失方向, 就能听到若断丝连的藏傲的叫声, 看到盈盈绰绰的帐房, 他们一次次停下, 一次次收购, 三天后回到县上, 已是车厢满满, 再也装不下了, 父亲当即决定, 免了屠宰, 直接运到西宁出售活牛活羊, 价钱不变, 连皮带毛, 或许人家会买了去, 育肥了再宰, 父亲和果果留下了, 由静美压着车往西宁赶, 因为他恰好要去批发市场进些商品, 为静美商店和炖珠商店准备足够的货源, 几乎挨在一起的葬礼新年和农礼春节就要到了, 父亲长喘一口气, 好好睡了一觉, 等他醒来时, 我到了,我想和父亲一起去西宁, 吃晚饭时, 父亲问桑杰打算去哪里过新年, 桑杰说, 在线上的话就我们两个, 太冷清了, 想回家吧, 脚爸爸和迷马阿玛又不在, 我和卓马商量, 干脆把家里人请到这里来, 父亲说, 他们来不了, 所南河尼玛德照顾牲畜, 望母德照顾两个男人和格列, 这样好不好, 我们一起去西宁, 西宁人多, 热闹, 再说, 卓马还没去过西宁, 你应该带他去逛逛, 桑杰犹豫着, 父亲说, 卓马你说, 想不想去, 卓马说, 想去是想去, 我看他, 我说, 桑杰罢了, 去吧, 你不想梅朵吗, 梅朵还想你呢, 桑杰点了点头, 父亲说, 让果果和张丽颖也去吧, 开着车方便一些, 然后抓起了电话, 那边, 果果有些迟疑, 他似乎喜欢跟张丽颖单独在一起, 父亲说, 张丽颖多长时间没去西宁了, 带他去看看吧, 变化有多大, 再说, 你们也得为结婚做准备了, 至少一人得买几件新衣服吧, 西宁的样式多, 还时髦, 你问张丽颖他结婚时穿脏袍, 还是穿汉装, 穿脏袍的话, 必须到西宁去买, 皮的, 单的, 夹的, 各种颜色, 各种料子都有, 随便挑, 果果说, 你别挂, 我这就跟他商量, 片刻, 果果拿起话筒高兴地说, 哦呀, 我们去西宁看看老爷姥姥, 多长时间没见他们了, 父亲说, 就是这个意思, 看了老爷姥姥, 让张丽颖回医疗所给苗医生讲讲, 苗医生会高兴的, 隐藏了几天的太阳出来了很久, 雪才不情不愿低停下来, 救护车从西宁回来了, 谢了货, 果果便去维修和加油, 我们开始准备礼物, 炖猪送来了羊身上最好吃的胸叉肉, 和牛身上最好吃的雷巴肉, 羊胸叉肥不腻, 香嫩脆花, 牛雷巴肉细鲜香, 松软易烂, 水猪炒菜都不会柴, 靳美送来了两丈细普炉, 可做背面也可做衣服, 还有一瓶藏红花和一个舍香, 果果带上了一布袋上等的绝麻, 还拿了好多冬虫下草, 说是从牧人手里要的, 他们说马吃了以后, 飙肥体壮, 我自己也吃了一点, 精神大, 开车不累, 还那个, 我想给老爷姥姥带去, 让他们当茶喝, 桑杰带上了一些细簪吧, 一些醋簪吧, 几张高皮, 一阳堵新鲜酥油和一些奶皮, 父亲说, 够了够了, 现在不缺吃不缺穿, 带多了浪费, 那月二十七这天, 我们坐着救护车, 踏上了去西宁的路, 消停了几天的雪又开始洒落, 一落就很冲, 急雪弥漫, 天上波涛汹涌, 风在雪海里乱跑, 掀起坚硬的高山深谷, 一次次想把我们掩埋吃掉, 地上的雪浪, 一浪比一浪高, 我们的车变成了船, 舵手是果果, 船长是父亲, 张丽颖担忧地说, 这么大的雪, 恐怕到不了家吧, 困在半路上就麻烦了, 父亲说, 放心吧, 不会, 果果说, 能让你困在半路上的, 一定不是真正的男人, 张丽颖笑道, 那就多谢了, 真正的男人, 我说,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你也会说啦啦, 张丽颖说, 以前说了, 听他整天啦啦啦的, 不知不觉就跟着拉上了, 我说, 果果啦, 唱一首歌吧, 献给跟你拉上的这个人, 果果唱起来, 我也跟着唱起来, 大家都唱起来, 我知道我知道, 哪里会有盛开的花朵, 当我偷偷把它摘去时, 它却没有枯缩, 呆在妹妹头上比, 长在地上更鲜艳嘛, 我闻到一阵阵, 方向它来自你的脸庞, 你别说你别说, 你是远方山上的小鸟, 有人悄悄把你捉去了, 你却没有逃跑, 在哥哥的笼子里, 比自由飞翔更好嘛, 我听到房檐下, 爱死你爱死你的呢喃, 急刹车, 让我们的歌声戛然而止, 大家都瞪起眼睛, 怎么了前面, 学木后面, 耸立着一座山, 不, 是一辆腹血的卡车, 停靠在路边, 果果说, 这种时候路上还有车, 父亲说, 那我们不是也在路上吗, 果果扭转方向盘, 从卡车身边经过, 我们都望着卡车, 发现车头该是打开的, 有人正趴在上面修着什么, 父亲说, 停下停下, 父亲下去了, 跟那人说了几句话, 又过来问果果, 发动机出问题了, 你会不会修, 果果说, 只要没坏我就会修, 张丽颖说, 没坏的话我也会修, 果果笑着下车过去, 帮那人倒过离阵, 回来说, 他比我还不懂, 我都没办法, 他肯定修不好, 父亲说, 是木马厂的车, 得通知老才让, 赶快派人来修, 或者派车拖回去, 果果说, 那我们赶紧走, 到了西宁, 就给木马厂打电话, 父亲说, 这么大的雪, 我们最快明天晚上, 才能到达西宁, 再通知木马厂的人赶到这里, 抛锚车至少要在这里等三天三夜, 要是我们返回去, 让我们的卡车的来拖, 最多一天就能到线上, 到线上人车就安全了, 张丽颖说, 这样不好吧, 我们冻死巴活地, 在大雪里跑来跑去, 出了事怎么办, 我现在恨不得马上去到西宁, 不想回县上了, 父亲说, 果果你决定吧, 听我的还是听你未婚妻的, 果果不吭声, 开着车慢腾腾地朝西宁走去, 走出去大约两百米, 张丽颖喊起来, 果果你疯了, 你不是藏族人吗, 怎么能听我的, 果果说, 我不听你的, 听谁的, 张丽颖说, 我是在考验你呢, 果果哈哈一笑, 我也可以考验考验你吗, 说着调转车头, 加快速度, 直奔庆多县, 我们回到县上, 果果叫上另外一个司机, 又开着庆多贸易的卡车, 去拖拉木马场的泡帽车, 我也跟去了, 我们于午夜回到县上, 把泡帽车停在近伟家的门口, 嘱托他照顾司机, 司机一再地双手合十, 说着谢谢, 果果说, 含念到雪山大地吧, 人的福气来自天上, 我们于第二天早晨再次上路, 雪还在下, 车的行驶有些勉强, 不过还不至于困在半路上, 三天后到达西宁, 已是除夕之夜了, 一听到巷口有停车的响动, 家里人就都出来了, 有老爷, 姥姥, 菜让, 眉朵, 洛洛, 养金, 普赤, 穷吉, 他们没想到, 一下子回来了这么多人, 一个个惊叫起来, 菜让和眉朵, 扑到桑洁和卓马身上, 激动地喊着, 阿爸啦, 阿妈啦, 又规规矩矩行了接纹礼, 项灯虽然很亮, 但老爷老了, 还是把张丽颖认成了母亲, 流着眼泪说, 你怎么才回来, 我赶紧介绍, 这是张丽颖阿姨, 是果果叔叔的未婚妻, 跟阿妈在一个医疗所, 医疗所的病人太多, 阿妈忙得来不了, 就让张阿姨来看看你们, 姥姥凑到跟前看了看张丽颖, 失望得哀悠一声, 还是没来呗, 老爷生怕张丽颖不自在, 赶紧说, 不管是谁, 来了都一样, 都一样, 梅朵又把桑洁和卓马拉过来说, 这是我的亲阿爸, 老爷说, 他来过, 我还记得, 梅朵又说, 这是我草原上的阿妈, 老爷说, 这个阿妈没来过呗, 卓马把手里的两条哈达, 分别挂在老爷姥姥脖子上, 用汉话说, 我是第一次来扎西得乐, 姥姥叹口气, 对父亲说, 人家都是一对一对的, 你们怎么老是不一起来, 父亲说, 以后吧, 以后吧, 我赶紧说, 阿妈好得很, 姥姥你就别操心了, 财长说, 天这么冷, 进屋去说吧, 大家提着东西往里走, 我和梅朵手拉着手, 他使劲掐了我一下, 小声说, 怎么才来, 想死我了, 从草原回来的人都坐在了炕上, 稀宁的人都坐在了椅子凳子上, 炕桌上摆着瓜子, 核桃, 糖果, 油炸的散子, 花花, 一种彩色的片状面点, 油饼, 鲲锅, 切成片的大月饼, 带面花的表皮下, 是一层油壤, 一层红曲, 一层香豆, 一层姜黄, 好看的都不忍心吃它, 老爷姥姥进了厨房, 梅朵和央金也去帮忙, 菜陆续上来了, 除了年年都吃的手抓羊肉, 红烧牛肉, 酸菜粉条, 油豆腐炒肉, 绝麻大枣甜米饭, 还有这几年才开始兴起来的炒花生米, 韭菜炒香肠, 辣椒炒火腿肠, 松花蛋, 灯饮牛肉, 粉蒸猪肉, 辣子鸡块, 鸡蛋羹, 紫菜丸子汤, 每样菜都成两份, 一份放在炕桌上, 一份放在临时支起的, 紧挨着炕炎的长条桌上, 从远路上来的人都饿了, 有的吃着伞子, 有的吃着花花, 梅朵说, 冻筷子吃菜呀, 父亲说, 等姥爷姥姥, 梅朵就喊, 姥爷辣, 姥姥辣, 快来, 姥爷说, 就来了, 端着一盘辣炒刀豆丝羊玉丝, 走出了厨房, 姥姥跟在后面, 不停地在围裙上擦着手, 杨金接过菜, 放到桌子上, 梅朵先把姥爷扶上了炕, 又解掉姥姥的围裙说, 姥姥, 我抱你上去吧, 姥姥说, 抱得动你就抱, 梅朵使劲抱了一下, 姥姥咕咕咕笑着, 没见到母亲的不快, 就在这一阵笑声中烟消云散了, 财长从堂屋桌上拿了一瓶二锅头, 显然是他从北京带来的, 又让穷吉拿酒中, 穷吉问, 酒中在哪? 梅朵说, 我来, 走向堂屋正中一角的矮柜, 取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酒碟, 酒壶和酒中, 年夜饭正式开始了, 一个葱绿的碟子里放着三个葱绿的小酒中, 父亲先敬了姥爷, 后敬了姥姥, 然后才让代表我们这一辈敬了桑吉阿爸, 琢玛阿妈, 香巴阿爸, 杨金姨妈, 果果叔叔, 张丽颖阿姨, 剩下的人互相敬了酒, 扎西德勒喊成一片, 连姥姥姥也不说福气多多, 恭喜发财之类的话, 而说扎西德勒了, 姥爷从怀里摸出几个早已准备好的红包, 父亲说, 磕头了, 磕头了, 姥爷散年前了, 雄吉问, 有没有我的? 财长说, 不能再有你的了, 你已经开始挣钱了, 他假装失望地撅起嘴, 哼了一声, 雄吉已经从西北大学英语系毕业, 回到省上后, 分到师院附中当老师, 财长希望他边工作边复习, 准备考北京外语学院的研究生, 他觉得也应该这样, 但就是静不下心来, 这边, 朴志已经上抗跪下了, 磕了头, 说着谢谢从老爷手里接过了年前, 雄吉说, 还有财让, 财让也没有工作, 财长说, 我不要, 我有奖学金, 老爷说, 那又不是工资, 说着, 从炕后叠起的被子底下, 摸出一个红包, 掀起身子递过来, 财让赶紧接住, 也跪下磕了一个头, 然后说, 老爷老了啦, 你们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把钱省下来给我们, 谢谢了, 老爷说, 这个寄一些, 那个给一些, 我们花不完, 攒着干什么, 又不能带到阴草地府去, 雄吉说, 财长哥哥的红包, 怎么比普赤的厚, 老爷说, 财长要出国, 手头宽裕些好, 父亲说, 普赤将来要是能考到国外去, 红包比枕头还要厚, 普赤笑道, 想把阿爸啦, 你说话可要算数, 我有些奇怪, 本来打算尽快去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的, 才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去, 问起来, 他说, 哈峰老师的研究项目遇到了难题, 我一直在参与, 不能丢下不管, 再说项目完成的话, 对我也有好处, 就好比先前是从地球到月亮, 哈峰老师的项目会让我登上月亮, 再登上火星, 我说, 哦呀, 那就太好了, 什么时候能完成, 才让说, 还不一定, 顺利的话两三个月, 不顺利的话拖上两三年, 也很正常, 父亲说, 那就祈求雪山大地保佑你们, 顺顺利利完成吧, 桑杰说, 我去一趟阿尼穷供的药里, 卓马说, 哦呀, 哦呀, 我也去, 果果说, 现在方便, 开上摩托车, 很快就到了, 张丽颖说, 我也想学开摩托车, 以后就不用你去升别离山接我了, 果果说, 你骑上电马, 肯定很威风, 摩托车我给你买, 张丽颖说, 不用, 我的工资花不完, 放着也是放着, 我生怕张丽颖再提升别离山, 赶紧说, 阿姨啦, 你就没想过改个名字, 就像强巴巴和我一样, 果果也说让我改, 还没来得及请教医疗所的曼巴, 梅朵说, 也可以自己起, 让强巴阿爸起一个吧, 父亲说, 桑姐起一个, 最好不要跟家里人重复, 桑姐想着, 琢磨小心翼翼地说, 琢瓦素喜, 裁长说, 吉祥的白杜母手里, 捧着洁白的哈达, 阿姨正好是穿白大褂的, 洛洛说, 好的很, 简称素喜, 杨金问, 怎么样, 张丽颖说, 可以呀, 太好了, 又征寻地望着果果, 果果说, 那就干杯, 大家欢呼张丽颖改名成功, 都端起了自己面前的小酒钟, 朴斥说, 我跟大家已经见过面了, 明天我想回草原, 兄弟说, 你傻了, 这里这么热闹, 朴斥说, 就是因为太热闹, 我才想回去, 说着眼圈就湿了, 我想我爷爷我阿爸我阿妈了, 桑杰说, 脚巴阿爸阿妈转山去了, 不回家过年, 你去了也见不上, 朴斥说, 那家里的人就更少, 只有阿爸阿妈了, 杨金说, 你忘了, 还有格列和索南, 梅朵说, 他才没忘, 是故意不说的, 又拿出手绢, 给朴斥擦眼泪, 你是想你的索南哥哥了吧, 朴斥说, 想就想了, 又不丢人, 梅朵说, 既然不丢人, 为什么不说出来, 朴斥扑到梅朵身上, 又锤又打, 梅朵嘻嘻哈哈地说, 阿爸了, 你们怎么不把索南也带来, 外面突然响起了鞭炮声, 财长说, 我们也去放, 正要去堂屋桌上拿鞭炮, 梅朵抱起鞭炮, 火柴和香就往外面跑, 姥姥喊道, 把外衣穿上, 小心感冒, 家里的年轻人都开始穿衣服, 然后来到了巷口, 着马没见过放炮, 苏喜差不多忘记了鞭炮, 也都出来看热闹, 先是梅朵点着了一挂扑在地上的炮, 想过之后, 才让点着了二踢脚, 我拆了挂鞭, 一只手掐着小炮, 一只手拿着香, 用香点着小炮后, 伸至胳膊, 扭过脸去, 咚的一声响, 手背震得有点麻, 梅朵也学着我的样子放起来, 朴斥不敢拿在手里放, 就跟着才让去放力在地上的二踢脚, 姥姥拿着梅朵的棉衣出来, 劈到梅朵身上说, 赶紧穿好, 看你冻得都稀溜了, 梅朵套着袖子说, 姥姥了, 我忘了拿竹竿, 姥姥就捣着小脚, 回去给梅朵拿竹竿, 财长说, 必须每个人都放, 然后把手中冒烟的香给了洛洛, 又把二踢脚顺着马路立了一排, 洛洛放了一个, 接着朴斥, 穷吉, 杨金和我依次放了一个, 梅朵把一挂鞭绑到竹竿上说, 啄马阿玛了, 你放这个, 举着, 我给你点, 啄马就用双手举起了竹竿, 梅朵点着后, 噼里啪啦一阵响, 吓得啄马扔掉就跑, 大家哈哈大笑, 梅朵捡起来继续放, 我说, 谁敢把二踢脚拿在手里放, 财长说, 我敢, 然后用手举着放了一个, 一声响在地上, 一声响在天上, 梅朵把最后一挂鞭绑在竹竿上说, 素洗阿姨了, 这次该你了, 你可不能像阿玛一样扔掉, 素洗笑着接过了竹竿, 梅朵点着了, 又扑过来攥住了素洗的手, 鞭炮就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 噼里啪啦响到最后, 院子里别家的人也都出来放跑, 大家说着笑着问候着, 姥姥站在巷子里喊, 快回来, 冻死了, 琢磨, 素洗和央精率先朝家走去, 洛洛和朴斥一游未尽, 但也听话地跟了过去, 雄级继续跟院子里的人瞒着, 梅朵跑过去, 扑到姥姥怀里说, 姥姥啦, 我都发抖了, 姥姥赶紧搂住她, 财让不想让姥姥操心, 催促穷吉回家, 看她不听, 就拉起她的手往家里拽着, 梅朵挣脱姥姥的怀抱跑过来, 以嫂子的口气说, 你给我听话, 回去, 穷吉笑道, 财让的力气太大了, 梅朵姐姐, 你抱住我的腰, 看她还拉得动步, 梅朵说, 我才不呢, 说着, 从财让的手里接过穷吉, 拉她往家里走, 穷吉不服气地哼哼着, 却还是乖乖地跟在了后面, 大家回到家里, 继续吃喝说话, 凌晨时分, 姥姥姥下炕, 开始半现和揉面, 一会儿撤了碗碟, 开始包饺子, 果果一路开车, 累了, 歪在炕上, 打起了呼噜, 父亲, 桑杰和洛洛也都高一下低一下地打着盹, 有些撑不住了, 姥姥说, 大家迷糊一会儿, 饺子不用你们管, 梅朵说, 那怎么行, 老爷姥姥, 你们到西厢房躺着去, 饺子我们包, 秧金也推散着两个老人, 去吧去吧, 老爷说, 我们瞌睡少, 睡不着, 梅朵说, 那就大家一起包, 不会的, 跟着学, 老爷和财上赶皮, 姥姥, 梅朵和秧金熟练地包着, 卓马, 普赤, 熊吉和素喜跟着学起来, 梅朵不停地指导着, 炫耀地说, 姥姥啦, 我跟着你包了两次就学会了诗吧, 姥姥说, 你和秧金的手都巧, 但是你得说谁最巧, 姥姥说, 你最巧, 又笑道, 她什么事都想战先, 梅朵还不肯, 把自己包的一只饺子, 放到秧金包的饺子旁边, 你们说, 她的好还是我的好, 卓马说, 秧金的好, 夏多, 像一只只麻雀, 好看, 梅朵又问另外几个徒弟, 你们说, 素喜说, 都好, 穷吉说, 才不是呢, 就是秧金姨妈的好, 普迟说, 梅朵姐姐, 你包的太快了, 梅朵说, 老爷老了啦, 你们说, 老爷说, 你的好你的好, 梅朵说, 老爷老了啦, 你们对我太偏心了吧, 其实我也知道, 秧金姨妈包的比我好, 秧金笑着, 没有吭声, 菜场说, 普迟你去睡一会儿, 明天还要上路呢, 第二天早晨吃了饺子, 老爷姥姥便又给普吃, 准备路上吃的, 和带去家里的礼物, 梅朵说, 老爷姥姥啦, 肉就不要带了, 草原上全是肉, 就带家里人很少吃到的, 伞子和大月饼, 老爷说, 不行, 草原上的肉都是水煮的, 没有酱牛肉, 卤肘子, 红烧甜排骨, 再说, 普吃路上也得吃, 姥姥说, 带些大米吧, 父亲说, 不用, 家里有, 现在县城商店里都能买到, 老爷又说, 那就把炒花生米带上, 父亲说, 这个好, 花花和核桃也带一点, 临走时, 普吃颠了颠臣颠颠的 帆布旅行包说, 太多了, 我都提不动了, 父亲说, 到了线上你就去找静美叔叔, 他会开着摩托车送你到家里, 就是不知道大年初一, 悉您发不发长途客车, 果果开着车, 拉着父亲, 桑姐, 卓马, 梅朵, 财长, 素喜和我, 送普吃去了冷冷清清的长途汽车站, 到了窗口一打听, 不禁长说一口气, 初一是照常发车的, 车就要启动, 送走了普吃, 我们又去了省歌舞团家属院, 我和梅朵的家, 家在二楼, 两室一厅的钟套, 加上厨房, 卫生间和阳台, 阴台, 感觉挺大的, 两间卧室摆了两张大床, 小间是梅朵和我的, 大间是给老爷姥姥准备的, 但老爷姥姥不肯搬过来住, 四合院老房子的产权属于房产局, 要是不住人就会收回去, 老爷说, 以后吧, 等平房住不成了再搬家, 西宁的大部分四合院都是解放那年, 从地主门换, 山谷财主手里没收来的, 从来没有维修过, 已经狠就狠破了, 强苏顶塌的不少, 街道上总有人说, 恐怕要拆了吧, 老爷说的住不成了, 指的就是拆迁, 老爷姥姥不来这边住, 没躲就只好去那边住, 两个老人自然高兴, 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 也就是说, 只有我回来时, 没躲才会住自己家, 按照保证书上写的, 我每个月都会来一趟西宁, 待一天就走, 也会每天给他打电话, 互相听听对方的声音, 省歌舞团没有誓言, 给他的房子里安了电话, 只要不外出演出和紧急排列, 他每天中午都会待在电话旁, 电话在客厅, 那挂着几幅雪山草原的话和一个镜框, 镜框里就装着我的保证书, 在梅多看来, 我的保证书跟雪山大地同样重要, 都是他的精神主宰, 大家参观了一下房间, 就坐下来说话, 父亲拿起电话, 打给了靳美, 双方都说着扎西得乐, 按照新年的规矩, 祝福了对方, 靳美说, 哦呀, 我会去汽车站接普吃的, 再送他回家, 梅多说, 桑杰阿爸和卓马阿妈就睡老爷姥姥的大房间, 国国叔叔和素喜阿姨睡小房间, 我跟江洋水客厅可以睡沙发, 也可以打地铺, 没有人客气, 都说哦呀, 哦呀, 房子里有暖气, 热得桑杰和卓马赶紧脱皮袍, 梅多把卓马带到卓马带到卫生间, 教他如何使用抽水马桶, 如何使用淋浴开关, 可能教了半天, 卓马还是不得要领, 梅多说, 等一会儿, 我们两个一起洗澡, 洗一次你就会了, 父亲说, 睡到下午, 你们就过去吃饭, 果果说, 我把你们送回去, 父亲说, 你太累了, 坐你的车薪是悬着的, 快睡觉吧, 说着和果果一起打了一个长长的哈箭, 初一的晚饭, 老爷姥姥做了骚子面, 还把年夜饭的剩菜也端了上来, 大家吃得很开心, 梅多说, 老爷啦, 我想吃酸菜, 老爷又去切了一盘辣面酸菜, 吃得大家满头冒汗, 卓马赶紧请教, 骚子面怎么做, 梅多就抢着给阿妈讲, 不时地问老爷姥姥, 对不对, 老爷姥姥说, 对, 对, 财长说,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 你为什么不做, 梅多急了, 老爷姥姥不让我做, 杨金说, 下次回草原你做, 没有人不让你做, 梅多说, 可以呀, 但是没有你的份, 为什么, 因为你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 就让我叫你姨妈, 我已经吃亏了, 吃了饭, 杨金说, 也可以分几个人到他家去睡, 他家是套间, 里间外间都可以睡人, 梅多说, 那我和江阳过去吧, 我们睡里间, 果果开车, 先送洛洛, 杨金, 梅多和我去了十哥舞团, 再拉着桑姐, 捉马, 素喜去了我家, 四合院这边, 老爷, 父亲, 才让睡在了东厢房, 姥姥和穷吉睡在了西厢房, 这一夜, 所有人都睡得很香, 初二这天, 我们还是在老爷姥姥这边集合, 吃了早饭, 就互相拉扯着上街去了, 我们先来到西门口, 正在往百货商店走, 就听有人大喊一声, 大老板来了吗, 强八, 强八, 大家都回过头去, 只有父亲不理睬, 继续仰头往前走, 马福禄追上来, 挡在父亲面前, 一边后退一边说, 怎么了, 不认识我了, 父亲说, 我最怕的就是让你看见, 我们过年你们忙, 不想打搅, 马福禄说, 你来视察一下, 怎么会是打搅, 走走走, 到店里坐坐, 就不去了, 人多, 你必须去, 看看我的门市, 已经不是杂货店了, 父亲就招呼大家跟着马福禄, 去了他的店, 店面比过去扩多了, 隔壁的两家同样做杂货生意的商店, 被他并了过来, 门楣上挂着一个很气派的匾额, 福禄寿贸易公司, 我们进去, 看看里面的货物, 主要是庆多贸易的牛羊肉和皮章, 批发和零售坚固, 顾客挺多, 又去了公司后面的院子和仓库, 随便转了转, 最后来到马福禄的办公室, 办公室很大, 盐墙摆着一溜红色皮沙发, 我们十几个人都没坐满, 他又叫人端茶倒水, 拿国品招待, 父亲说, 不用了, 我们还要去逛商店, 买东西, 马福禄说, 你们需要什么, 给我说啊, 父亲说, 我们需要两斤羊肉, 马福禄哈哈一笑, 嫌我的公司没有你们看上的, 那我给你们指路呗, 梅朵说, 叔叔啦, 我们要买衣服, 马福禄说, 那就一直往东走, 除了西大街百货商店, 和大十字百货商店, 还有一些服装专买店, 过了大十字往东, 使姊妹商店, 和民族用品商店, 在往东市巨富海, 梅朵说, 别的都知道, 巨富海是什么没去过, 马福禄说, 巨富海是吃饭的, 西宁最好的回族菜都在那里, 父亲说, 我们不去吃饭, 马福禄说, 去, 必须去, 我马上打电话订一桌, 不然的话, 我算什么, 连顿饭都请不起吗, 梅朵说, 不行, 我们得回去吃, 老爷姥姥还在家里忙着做呢, 马福禄说, 这有什么难的, 你们逛你们的, 我开车去通知老爷姥姥, 让他们消停一下, 再把他们接到巨富海, 等着你们, 梅朵愣了, 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看着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 父亲说, 那就让老爷姥姥今天休息, 我们听你的, 谢谢了, 马福禄说, 还是大老板干脆, 阿虚, 梅朵欢呼起来, 父亲又说, 不过你的摩托车, 两个老人怎么做, 已经不是摩托车了, 马福禄拉着父亲来到窗口, 指着院子里的一辆白色轿车说, 怎么样, 嘎汽车, 我的, 父亲吃惊地问, 私人也可以买轿车了, 我们从西往东一路逛下去, 该去的商店都去了, 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买了些东西, 素席给国国买了双皮鞋, 央金给洛洛买了件外衣, 雄吉给, 财长买了件毛衣, 梅朵给老爷买了一件外衣, 一双不眠鞋, 给姥姥买了一件毛衣, 两条内裤, 给桑洁阿爸买了一件衬衣, 一双皮鞋, 给卓马阿妈和苗苗阿妈 也各买了一件毛衣, 一条外裤, 又要给父亲买, 父亲说, 你别乱买, 我什么也不需要, 就需要一件脏袍, 可脏袍是最难买的, 西大街百货商店品种太少, 大十字百货商店品种虽多, 但都是来自康巴地区的货, 大尔肥补说, 也太艳, 大红, 水绿, 明黄, 宝石烂的居多, 还都是单袍, 到了民族用品商店, 大家这才觉得来对了地方, 那么多脏袍, 还有各式各样做脏袍的料子, 女人们开始挑选, 石川, 比较, 评价, 互相征求一件, 男人们坐在商店中间的沙发上, 聊起了天, 卓马突然喊起来, 桑杰啦, 你过来看看, 桑杰赶紧过去给卓马拿主意, 他看好的都是假袍, 在草原上春夏秋都能穿, 一件枣红的, 一件果绿的, 一件深绿的, 深绿的给迷马, 果绿的给旺母, 他自己想要枣红的, 又觉得深绿的更好看, 桑杰说, 你喜欢的话, 枣红和深绿都买上, 卓马说, 太贵了, 桑杰说, 心里舒坦就好, 贵不怕, 我身上装着钱, 卓马还在犹豫, 桑杰卷起脏袍说, 钱我装来了, 就不打算装回去了, 你不要白不要, 卓马说, 都花完了怎么办, 过去我们没有钱, 不是也照样过吗, 哦呀, 卓马说着, 瞅了一眼苏喜, 不禁赞叹起来, 太漂亮了, 苏喜选了两件, 一件夹袍, 一件皮袍, 墨绿色的皮袍尤其好看, 海棠牡丹锦的花纹, 水塔坯的香边, 显得它高条鸟螺, 它一再地走到镜子前, 又一再地看看, 坠在上面的价格, 果果说, 别担心钱, 我挣了就是为你花的, 苏喜说, 钱我有, 工资都攒着, 可一件衣服就几千块, 还是舍不得, 说着, 脱下来放到了柜台上, 不要了, 就把假袍给我包上, 果果说, 苏喜你去给阳金参谋一下, 苏喜过去了, 果果悄悄对售货员说, 夹袍和皮袍都包上, 我付钱, 阳金想给洛洛买一件男夹袍, 洛洛喜欢深蓝的, 阳金却选了紫红的, 两个人正在争执, 阳金说, 紫红的穿上, 才像个男人嘛, 苏喜说, 你还是听洛洛的, 他自己的衣服, 他喜欢才好, 阳金说, 不对吧, 衣服是别人喜欢才好, 不过他喜欢深蓝就深蓝吧, 也挺好的, 洛洛想了想, 突然又变卦了, 那还是要紫红的吧, 阳金在城里待的时间长, 眼光应该比我好, 之后, 阳金又给已回草原的侄女, 朴斥挑了一件浅绿的夹袍, 付钱时, 雄级抓住了他的手, 我给朴斥买, 我已经挣钱了, 他知道, 洛洛没有固定的收入, 阳金的工资是两个人花的, 肯定有点紧, 阳金想说他除了工资, 还有一些演出收入, 又不想争来争去, 惹人注意, 也就罢了, 付了钱, 雄级想给自己买一件脏袍, 挑了件梅花紧的夹袍, 看了看价钱, 又放回去了, 卓马正好站在他身后, 说, 我看看, 漂亮不漂亮, 拿着梅花紧的夹袍, 在自己身上比划了一下, 走向柜台, 对收货员说, 这个样子的, 同样大小的, 还有什么花色, 收货员一直给他看, 有海水的, 有兰花的, 有仙鹤的, 有宝香花的, 有菊花的, 有雷纹的, 有荷花的, 有扎西达结, 八级香土, 有诺布恰盾, 七正宝图, 有雍种拉曲, 万字不断的, 卓马说, 那就再来一件宝香花的, 一件菊花的, 雄级跟在身后问, 你也看上了, 哦呀, 卓马说着, 让桑姐过来付钱, 然后把梅花锦的夹袍塞给了穹吉, 把宝香花和菊花的夹袍碰在手里说, 这两件一件给弥马阿妈, 一件给望母嫂嫂, 穹吉说, 卓马阿妈了, 怎么能让你给我掏钱, 卓马说, 我给我的女儿买一件脏袍, 请不要拒绝, 拒绝的话我会伤心的, 穹吉吐了吐舌头, 那就谢谢了, 这时梅朵喊起来, 强巴巴了, 你过来试试这个, 父亲过去了, 被梅朵拉着一连试了好几件, 但都不是很喜欢, 他说, 我就想穿一件地道的牧人, 穿的那种脏袍, 梅朵说, 你说的是老羊皮袍, 这里没有, 父亲说, 那就算了, 又对卓马说, 还得麻烦你给我做一件, 就做成桑杰穿的那个样子的, 卓马说, 哦呀, 梅朵失望地说, 汉族人叫香巴老, 藏族人叫老牧民, 说的就是强巴阿爸, 说着顺手拿起一个 细朴鲁的蝙蝠纹围裙说, 这个我要了, 苏喜说, 你要他干什么, 又不能当衣服穿, 梅朵诡诀地一笑, 我要送给老爷姥姥, 让他们好好做饭给我吃, 然后, 梅朵, 杨金和卓马, 不约而同地走到了帽子柜台前, 挑了四顶礼帽, 酱色的是给角巴的, 蓝色的是给尼玛的, 白色的是给索南的, 灰色的是给桑杰的, 付钱的时候都要抢, 父亲在不远处说, 钱我已经交过了, 你们想想, 还有谁没给买礼物, 三个女人同时说, 格列, 他们给格列选中了一件儿童葬袍, 自然要抢着付钱, 梅朵顺口说, 我们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 这件小葬袍就送给我们吧, 没想到从柜台里传了一声爽快的回答, 好的, 梅朵梅给自己买葬袍, 他有, 他是台柱子, 省歌舞团会给他定做包括葬袍在内的演出服, 我们大包小包的走出了民族用品商店, 往东走了几百米, 就件硕大的巨幅海的金字招牌出现在十字路口, 三, 这是一家回族风格的饭店, 门窗玻璃一律是彩色的, 垂掉着金银丝的华柜窗帘, 石膏浮雕的穹顶上, 布满了开壤的石榴果和花卉, 大厅墙上是意境开阔的马赛克绘画, 阳光, 蓝天, 海洋, 沙漠, 骆驼, 龙穴树, 叶枣林, 马福禄等在大厅里, 见了我们就说, 怎么样, 这里不错吧, 然后带我们上了二楼, 楼梯上铺了红色波浪门的地毯, 衔接着通向各个房间的花色瓷砖, 墙上一溜都是风景和人物的黑白照片, 马福禄定的房间很大, 四壁的装饰画又是欠力多姿的风格, 有紫金, 薔薇, 风信紫, 玉金香, 昌朴, 有葡萄藤式的虚线组成的棕色图案, 老爷姥姥已经来了, 坐在细密画室的布衣沙发上, 显得有点不自在, 没躲过去, 一屁股坐到老爷姥姥中间, 朝后一躺, 喘了一口气说, 累死我了, 话音未落, 又跳起来, 拿出毛衣让姥姥试, 拿出外衣和鞋让老爷试, 老爷姥姥一边高兴地试着一边说, 不让你买你还买, 我们穿不完的, 没躲扣着老爷的外衣扣子说, 那就落上了穿, 姥姥说, 你给我买的三件毛衣都是厚毛衣, 怎么落, 大家围着中间的大圆桌纷纷坐下, 杨金拉着老爷, 梅朵拉着姥姥坐在了中间的席位上, 马福禄问, 喝什么茶, 除了酥油茶, 什么茶都有, 父亲问大家, 那就是熬茶, 一种放了花椒和盐的熬煮的福茶, 吧, 梅朵抢先道, 哦呀, 大家也就不再说什么, 两个漂亮的女服务员伺候着, 上了茶, 又问是不是现在就上菜, 马福禄征询地望着父亲, 父亲说, 你听我的肚子, 咕噜噜的, 本来逛商店的中间是要吃一点的, 一想到你要在高级饭店请我们, 就都忍住了, 马福禄说, 那就赶紧上, 又说, 这里没有酒, 我要了葡萄汁和哈密瓜汁, 行不行, 又是梅朵抢先说, 太好了, 酒的话就男的喜欢, 我们女的不喜欢, 姥姥打他一下, 你让别人说, 父亲说, 就让梅朵说, 她是我们的代表, 梅朵说, 姥姥啦, 我不说的话, 主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菜很快上来了, 盘子都很大, 每上一道菜, 服务员就会爆出名字来, 有自然羊肉串, 大汉羊排, 番茄牛腩, 富贵烤羊腿, 新疆大盘鸡, 亚克西牛舌, 葱宝羊肚, 麻辣剑子肉, 苏和碗, 红烧茄子, 高香汤, 又上了三样甜品, 纳帕里咏, 巴克拉瓦, 米多维, 上了一人一小碗羊肉面片, 大家举着葡萄汁和哈密瓜汁干杯, 然后就埋头吃起来, 都饿了, 再加上饭菜是那么诱人, 梅朵和央金不断给老爷姥姥夹着菜, 两个老人就不断地说, 够了, 够了, 虽说够了, 但还是吃着, 毕竟他们也是第一次来这么高级的饭点吃饭, 初三这天, 大家各行其事, 我去了士歌舞团的桶子楼, 跟洛洛说了半天学校的事, 扩建是按照新规划进行的, 七座五层教学楼的地基已经挖好, 今年一解冻, 马上开工, 全部改建两年未完成, 木马厂答应捐款解决学校通往外界的公路, 钱已经到位, 学校增加了总机和电话, 收发室和各个教研组, 以及校级领导办公室都有一步, 修路通车会慢一点, 但再慢也要在今年十月份以前完成, 也就是接通周级公路和省级公路, 不然一上洞就又得协工, 一些就是小半年, 洛洛感叹着, 在你手里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了不起, 我说, 基础都是你打的, 我就是网上落砖, 哪里是我, 是强巴老师的功劳, 考试成绩怎么样, 去年还不错, 考上大学的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 但我觉得还是少, 一大半学生高中毕业就到顶了, 学校的目标应该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能上大学, 洛洛兴奋地站起来说, 能达到这个目标, 阿尼玛青草原就应该给你造像立碑了, 中午央金做了饭, 我们一边吃着一边接着聊, 我问他对生活的打算, 他说, 只要你喜欢什么, 什么就不会亏待你, 现在央金和音乐是我的一切, 我不想再分心了, 一过初三, 人心就往回收了, 才让买好了初无反进的火车票, 告诉大家, 如果两三个月之内, 哈峰老师能够破解难题, 完成研究项目, 他就会立刻去斯坦福大学读博, 没有时间再回来向家人告别, 说完了, 不免有些伤感, 想在初四这天多陪带老爷姥姥, 陪陪所有来西宁的亲人, 却被梅朵支持了出去, 你和穷吉去我家一趟, 把我买的辣酱拿来, 我要让大家尝尝, 他不太想去, 看着穷吉期待的眼光, 就又去了, 半路上穷吉说, 才让了, 你这一走, 也许我们很长时间都不能见面了, 我心里有点不踏实, 他在他面前很少直输胸义, 似乎那些深埋在心里的爱从来没有变成过语言, 但是今天, 当离别的哀愁, 把以往和今后混淆在一起, 当他觉得语言是唯一的拥有, 而他的克制, 激进于浪费青春之后, 他的表达就像势必要消融的冰山, 就像消融之后奔涌而下的山水, 就像山水对眼塞, 对高霸的冲毁, 不再隐忍, 毫无顾忌, 他说着哭起来, 因为太爱太爱他, 控制不住得哭起来, 他也流泪了, 听着一再地流泪, 最后他说,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保证, 我祈求你给我一个保证, 才让不回答, 只是拉着他走, 走进了梅朵的家, 我能有什么保证呢, 我爱所有的亲人, 这下爱加起来就是我的天, 现在我把我的天全部压在了你心上, 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在爱情面前语言是无力的, 他不配表达我对你的爱, 我怎么跟你说, 我能给你的就是我的心, 心在这里你要不要, 他说要, 于是他看到了他浓历到燃烧的爱, 得到了他健美而结实的肉体, 在他面前赤裸裸地表白, 他说, 这算不算保证, 他哭着点头, 算, 算, 两个人手拉手回到老爷家, 雄急红着脸告诉梅朵, 我们找遍了厨房, 没看到你说的辣酱, 梅朵说, 对不起我忘了, 已经拿来了, 财让一头钻进厨房, 一边拉风箱烧火, 一边跟老爷姥姥说话, 虽然都是些云淡风轻的家常话, 但两个老人和财让都感觉到那种熟悉而厚重的温暖, 从来没有消失过, 之后他又跟桑吉阿爸, 枪巴阿爸和啄麻阿妈说了许多话, 跟所有人说了许多话, 就在他觉得有些话永远说不完, 也表达不尽的时候, 便小声唱起来, 鹰的家乡在山崖, 山崖上开的是白雪莲, 羊的家乡在草原, 草原上开的是铁仙莲, 马的家乡在远方, 远方的湖里开着水莲, 我的家乡在哪里, 请问哪里开着病地莲, 梅朵立刻跟上了自己的亲哥哥, 白雪莲的山崖凉丁丁, 刮着刺骨的寒风, 铁仙莲的草原冷清清, 长着遮守的山前, 长水莲的远方与林林, 走过孤独的哈雄, 病地莲的地方热轰轰, 就在你我的心中, 熊吉抱着梅朵说, 你唱得太好了, 歌词也好, 交给我吧, 梅朵就叫起来, 熊吉很快学会了, 一遍一遍地唱, 唱着还加进了自己编的词, 美丽的鲜鹤快快飞呀, 前面有清澈的湖水, 微风吹起耀眼的涟漪, 倒映着你的伴侣, 第二天一早, 果果开着车, 带着父亲, 桑姐阿爸, 熊吉和我, 把才让送到了火车站, 送走才让的第二天, 桑姐, 卓马, 果果, 苏喜和我也都要返回草原了, 西宁的家人在巷口送我们上车, 老爷姥姥不免又要掉泪, 没多喊道, 江阳了, 别忘了保证书, 我笑道, 哦呀, 之后, 父亲开始忙自己的事, 主要是去省须母厅牧业科学研究所联系牧草, 他跑了三趟, 才见到所长, 所长一听, 父亲要在马清刚日种草, 吃了一惊, 那是一个长草的地方, 还用种, 父亲说, 就得种, 已经开始没草了, 牲畜超载, 草原的再生性受到破坏, 正在退化, 速度惊人, 你根本想象不到, 种草并不简单, 不是想种就种的, 得有科技人员, 我也算是吧, 父亲说了他的母校, 西北畜牧草原学校, 说了他在草原的工作经历, 所长说, 原来你是前辈, 老草原, 不过你觉得那么高寒的地方, 会有种植的条件, 又不是种庄稼, 不会那么难吧, 很多植物海拔低了是桥木, 海拔高了是灌木, 在别处能长一米的草, 在马清刚日, 怎么着也能长半池吧, 半池也比牛毛草高了一倍, 所长兴奋起来, 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又觉得没有必要, 现在看来不是这样, 要是种植成功了, 那可是了不起的大成就大突破, 会改变整个青藏高原高寒带草场利用率低下的现状, 父亲点点头, 这也是老财让的想法, 他要创造奇迹, 要以草原的奇迹证明他的能力, 虽然目的不纯, 却也是歪打正招的好事, 能挽救草原的都应该是好事, 所长问, 草种确定了吗? 今天来就是想听听你们专家的意见, 目前牧科所对草种的研究和实验, 还停留在小面积培育阶段, 品种有玉米草, 松香草, 高丹草, 橘剧草, 田高粮, 效果都还不错, 父亲摇摇头, 这些草既不耐寒, 也不耐寒, 对环境的要求比较苛刻, 所长一笑, 说得对, 不愧是老草原, 这些都是洗温洗水的草, 只适应河滩穿到地区, 海拔一上三千米, 就很难活了, 有没有效果好的高寒带草种? 有啊, 所长从身后的文件柜里, 拿出一本高原牧草检索, 说, 你自己看, 显然所长是在考验父亲, 看他能不能在数百种牧草中, 挑选出自己需要的品种, 父亲从头看到尾, 说, 有些草种本来就有, 生长稀疏低爱, 虽然比较容易活, 但挽救不了草原, 没有播种的价值, 你就挑选加了黑点的, 那都是杂交过的, 有第一代也有第二代, 父亲说, 这个送我一本吧, 又要了一支笔, 在上面勾出了几样草, 有黑麦草, 紫花木絮, 白洗草, 燕麦草, 披茧草, 扁碎冰草, 老芒麦, 所长看了说, 我再给你加上两样, 杂交的狼尾草和黄竹草, 生命力特别强, 关键是有没有草种, 有的我们有, 有的没有, 搞杂交培育的不光是我们一家, 你还可以跟兰州牧科院联系一下, 他们的草种应该比我们齐全, 父亲当即就要联系, 所长替他拨通了电话, 兰州那边说, 草种有, 但大部分是前几年的, 有点沉, 父亲说, 最好是去年的, 从去年开始, 我们已经不赔于牧草了, 为什么, 没人啊, 科技人员有的下海经商, 有的那条, 留下来的都是没本事的, 能守住摊子就不错了, 沉到什么程度, 不会发霉吧, 那倒没有, 绝对没有, 父亲犹豫着, 我还是去看看吧, 眼见为实骂, 对方捂住话筒停顿了一会儿, 大概是在跟人商量, 马来说, 你要多少, 什么时候来, 多多一善, 今天星期三, 我明天就去, 明天后天都不行, 我们这里没人, 下个星期你来吧, 不过虽说是沉的, 价钱不会便宜, 你只能便宜, 要不是我们买, 你库房里的草种, 恐怕只能当饲料了, 父亲知道, 木马厂并不缺少买草种的钱, 但他是商人, 讨价还价是他的习惯, 星期天一过, 父亲就去了兰州木科院, 抽检了草种, 感觉还行, 品种多, 数量大, 没有他担心的美点和尘涯, 也都很饱满, 几乎没有别的, 当时就订了五吨, 人家说, 给现金的话还可以便宜些, 父亲给老财让打电话, 老财让说, 现金和支票都方便, 这种小事你定就是了, 不用问我, 父亲就决定现金付款, 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 还可以派人来监督发货, 保证草种质量, 他从兰州回到西宁, 打算立刻返回草原, 俄霞来了, 低礼当当提着一大堆礼物, 说是来给强巴老师拜个晚年, 又说, 赵哥从北京回来了, 我们是不是搞个聚会, 把强巴老师在西宁的学生都叫来, 父亲说, 那人就多了, 一般的饭店接待不了, 还是范围小一点吧, 梅朵说, 那就我们寄宿班的几个, 俄霞说, 也行,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聚会的这天正好是十五, 地点是俄霞订的, 在一家名叫喜马拉雅的新建酒店, 俄霞来得最早, 在亚拉乡波厅里等着大家, 接着, 嘎沙和赵哥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嘎沙还在实验学校, 已经是副校长, 赵哥博士研究生毕业后, 留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了一年, 特别想回来, 这次就是来联系工作的, 他本来就身强力壮, 现在又添了不少肉, 走起路来糊糊事事的, 之后到达的是父亲, 梅朵, 洛洛, 杨金和普赤, 普赤刚从草原回来, 想见见给他上过课的 赵哥老师, 他叫着老师, 跑向赵哥, 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赵哥拍摄, 那么